男人不轻不重地揉着我的腰 刚好介于调情和戏弄之间 他俯身压住筋疲力竭的我 伸手捏住我的下巴 男人不顾一切的动作 狂热地吻又落下来 浮浮沉沉间 我感觉自己像是沉入了深深的海底 随后男人看着我的样子 笑着说 我只能待在他身边 我压得一声惊恐地从梦中醒来 眼睛无神地望望望周围 自己春梦对象 居然是一心想要杀自己的全书反派大佬 虽然他面如关于八块腹肌 那方面也挺强的 我叫落出倒霉魂穿了书里 同名同姓的恶毒师尊 原文里的我表面清高 实际上却内心变态 心狠手辣 女主袁莫黎天赋异禀 又有绝世美貌 男主肖臣自带金手指 在修仙界一路开挂 但身为资深读者的我 最喜欢却是美强惨反派 柳承之尽管童年悲惨 也没影响他成为一个正直的人 十四岁时因为权林根 拜了落出尊者为师 不料世人面前的冰山美人 却是个基于弟子美色的变态 不久喜心厌旧地落出尊者 又收了英俊非凡的男主为徒弟 他把对男主爱而不得的奋怒 都发泄到柳承之身上 因为男主修炼遇到了瓶颈 便想要挖其心头血住男主修炼 硬生生地将根正描红的人 逼成梳理血腥残忍的病交反派 柳承之堕魔后 将那些欺辱过自己的人杀害和折磨 而曾经虐待他的师尊 便是其中之一 柳承之不但废了他的灵根 还将他五马分尸 男女主在最后关头 打败了柳承之拯救了苍生 可没想到哭晕过去醒来时 便已成熟中人了 穿过来之后 每隔半个时辰 就弹出来任务对话框 我熟练地点击红叉叉 关闭要我去收图的对话框 我再喜欢反派 也不能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小猫说 你完不成任务 就要触犯天雷魂飞魄散了 不完成任务会死 完成任务也得被柳承之杀 我说 你要真有本事 现在就让那天雷劈死我 没想到一道天雷应声而下 直接劈到了我面前 我和小猫站到原地 被吓傻了 全身都在抖 我立马说 跟小猫说 赶紧走吧 我最喜欢做任务了 陆遇几个弟子 恭恭敬敬地向我问好 等我走到观景台时 鄙视早已开始一段时间了 掌门笑着跟我说 收图大会马上就要出结果了 这个男人暗恋我许多年 最后却被我害死了 一个弟子说 只有一个权林根少年通过了测试 一个老头说 没想到这批弟子居然这么差 掌门立马打圆场说 将那位通过考核的弟子带来看看 很快一个不善言谈的小孩子 便跪在了大家面前 他抬起头来 脸上轻一块子一块 睁着大眼一脸无辜 然而 大家却都被他的蓝黄一桶 给震惊在了原地 掌门说是一桶是不祥之兆 不能收这样的徒弟 小猫提醒我 如果再不出声 柳承之就要被赶下山了 我心向我在他最危急的时候出手 他才会感激我 柳承之跪在原地颤抖地喊 自己从未害过人 掌门大手一挥说 仙门百家不会容下他 赶紧下山 楚楚可怜的柳承之 很快就有人来拖拽驱赶他 他原以为 仙门不会像普通人一样 对他带有偏见 但是现在他们 和那些迂腐的贩夫走卒 有什么不同 柳承之拦在了掌门面前 掌门一掌击飞了小小的柳承之 没有任何武力值的柳承之 重重地撞在了柱子上 我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 赶紧跑过去 关心柳承之 小猫提醒我 必须要维持高冷人设不能崩 于是我放慢脚步 走到他面前 嫌弃了一句真脏 他没想到 他居然还有人关心 嘴里喊着我仙人 他想靠近 我赶忙后退一步 严厉地说不要弄脏我 然而柳承之却用一瞳 看出了我高冷外表下的心疼 随后他用力擦拭自己 留下了满脸泪水 更加楚楚可怜 我看着这么小的孩子 这么可怜 实在是忍不了了 然后慢慢蹲下 扶起了眼前的柳承之 让他跟我走 殊不知他能看透人的灵魂 轻易利用人心 我抬手仔细地擦掉柳承之脸上 流下的眼泪 扶住他温柔地问他 今年几岁了 他低垂眼眸 眼泪汪汪 支支吾吾的小声说 自己十四岁了 随后我扶着他 细心问他有没有名字 他小心翼翼地说 自己还没有名字 只有姓氏 我没想到 他居然连名字都没有 他爹娘居然如此不在乎他 我希望他以后能顺遂快乐 用善心拯救苍生 说今天起 他就取名柳承之 他没有想到 自己居然有一天也有了名字 他开心地一把扑倒了我的怀里说 谢谢我 我心想 现在的柳承之 还仅仅只是一个孩子 还保持着一颗 纯良善良之心 然后我轻轻将他抱起来 面对着云上仙府的众人 说这个徒弟 大家如果大家不受 就我来受 大家都被我的言论震惊到了 纷纷睁大眼睛看着我 老头说 小孩蓝黄一同乃天降灾心 我执意收他为徒 恐怕不妥 我没有理会子一老头子的话 自顾自地说 我只要他做我的徒弟 一个女人也说 柳承之绝对不能留在山上 因为历代魔尊将士 都是蓝黄一同 还说他们没有立马 取柳承之的性命 而是放他自行离开 已经是手下留情了 我生气地说 这是我亲亚风的事 目前还轮不到外风的人来插手 小丫头被我气得脸色铁青 拳头紧握 掌门赶紧出来 说让大家少说两句 苏不妍闭着眼睛 说他有一个折中的法子 大家都扭头 看向这位南岳峰峰主 掌门看着他说 请苏老先生说出法子 苏不妍说 事已至此 可以进行放血消灾仪式 通过这种方式 消除体内的魔怨和霍原 也算能给大家一个交代 如果他能度过此劫 我就可以收他为徒 我下意识拒绝说 他只是个毫无修为的孩子 然而很快系统 弹出了任务界面 居然是让我亲自对柳承之 实行放血仪式 我觉得 原书里面 明明没有这个情节的 崽子这么虚弱 怎么能熬得下去 没有想到 小小的柳承之 居然主动说自己愿意 因为他想留在仙人的身边 我眼含不忍地看着眼前 虚弱颤抖的小孩 内心骂了系统 一千遍一万遍 我叹了一口气 无奈地答应了下来 并说 放血消灾 由我亲自来执行 从今往后 如果再有人拿来黄一桶 欺辱我的徒弟 我绝对不会轻易罢消 黄一女子听到后 欣喜若狂 高兴地赶忙吩咐自己的手下去准备道具 小布点被铁链绑了起来 手垂了下来 众人纷纷议论 他到底会不会死 毕竟他的血 已经滴答滴答流了一大盆 而且还是个没有任何修为的凡人 有人愤愤地说柳承之 这个灾心死了才好 留着他 指不定以后会给仙府带来什么灾祸 五位丰主坐在大殿前面 远远地看着这一幕 弟子们都凑到面前 查看柳承之的情况 这根香怎么还没有烧完 在最后一点香燃尽的一瞬间 我立马就站了起来说时间到 随后施法解开了小布点身上的铁链 系统也提示我完成了主线一 主线二的任务 恢复了我20%的修为 还额外奖励了我一枚还魂蛋 我嘱咐虚弱的柳承之不要乱动 立马施法说帮他治疗恢复 他好看的双眼定定地看着我 问我是不是彻底和过去告别了 我温柔地看着他 恩了一声 跟他说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他听到后眼睛笑得弯弯 开心地说这真的是太好了 我抚摸了一下他毛茸茸的脑袋 说不要怕以后我会一直护着他 他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说自己并不疼 说让我不要为他担心 我看着昏过去的柳承之心里一个噔 赶紧大声地呼唤他 我颤抖地将手放在他的鼻尖 没想到居然已经没有气息了 我赶忙着急地在心里呼唤系统 询问系统柳承之怎么突然就没气了 小猫跳到了我的肩膀上 看着这一幕 说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突然想到自己刚才得到了一枚还魂丹 赶紧伸出手 向小猫索要 小猫提醒目前的主线剧情 才进行到10% 我确定现在就要用道具吗 我黑着脸 恶狠狠地盯着眼前漂亮的小猫 说再废话 他的小鱼竿就一点都没了 小猫被我的警告 吓出了一点冷汗 最后终于妥协将还魂丹递给了我 系统提示我对柳承之使用还魂丹 使其起死回生 我的道具减一 感受到柳承之渐渐有了微弱的气息 柳承之正在闭眼沉睡 突然他睁开了眼睛 流下了冷汗 蓝黄的眼眸有瞬间的茫然 他呆呆地望着屋顶的房梁 还没有想明白自己在什么地方 他记得是仙人救了他 还告诉所有人要收自己为徒 他立马从床上坐了起来 大口喘着气 嘴里一遍一遍地喊着我 我轻轻喊了一声柳承之 然后缓缓挽起了床帘 笑着说他居然醒了 还有没有什么不适 手里还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药 我嘱咐让他躺下 如果牵动伤口就麻烦了 他定定地看着我不敢眨眼 我看着他抖着身子 又开始准备哭 他的口气说 放血没哭 怎么现在要开始哭了 我抬手将他眼中的泪擦去 温柔地说 他现在应该改口叫师父了 他似乎没有理解我的意思 惊讶地又重复了一遍我说的话 半晌后 结结巴巴地喊了一声师尊 我含着笑眯眯眼睛 轻轻应了一声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 这小子立马坐了起来 一把扑到了我的怀里 一遍一遍地喊着师尊 我摸着他的头说起来吧 他昏迷了几个时辰 需要先吃一点东西 柳橙芝跪在了床上 开开心心地恩了一声 我被他这小孩子的心心逗笑了 在我为柳橙芝喝药的间隙 他打量着屋子 小心地问我 现在自己这是在哪里 我说 这是尹兵阁的偏视 以后他就住在这里吧 他问我 尹兵阁是不是我的家 我说以前是我的家 但现在尹兵阁是我们的家了 我没想到 我居然再次被小家伙扑倒了 他笑着说 自己一定一辈子对我好 他蓝色的瞳孔发着光 暗自发誓 从今往后 他便只是为了我而活 柳橙芝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 盯着天花板 随后抱着被子 在床上快乐地扑腾起来了 那么好的先尊 居然是他的师尊 以后 他再也不是一个人了 不过很快意外就来了 床他的木板硬生而断 柳橙芝连人带被子 一起陷了进去 他抱着被子 坐在一片狼藉里面 一瞬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随后他一步一步走出了屋子 决定要去问问 我应该怎么办 半赏尹兵阁的门被悄悄打开 柳橙芝轻轻唤到师尊 没人回应 瘦瘦的人影 轻轻地靠近落出的浴室床 掀开被子 一只橘猫正靠在我旁边 睡得正香 柳橙芝原本兴奋的小脸一垮 盯了半天 不知道在想什么 他看着打着呼呼睡得正香的小猫咪 莫名其妙地 就觉得这只猫很碍眼 随后伸手掐住橘猫的脖子 看了半天 直接随手就扔下了床 那橘猫咕噜咕噜滚到了墙边 静不叫不闹 只是蹬了蹬腿 贴着墙睡了 柳橙芝小心翼翼地钻进被子 蜷缩着身子小小的一只 呼吸间 他的鼻尖里都是冰雪般的兰花香 是师尊的味道 师尊好香 柳橙芝安分了一会儿 又像虫子似的 慢慢挪动 偷偷地向我靠近 我醒的时候 已经是日上三竿了 昨夜做梦梦到 自己被八爪鱼缠住了 我跑呀跑 却始终逃不掉束缚 恍惚间 混沌的意识逐渐清醒 我揉了揉 有些酸色的脖梗 睁开了眼 旁边一人睡得脸红彤彤的 小小的手脚都搁在他身上了 我突然知道 昨晚为什么会做那个梦了 看柳橙芝睡得 正像我不想吵醒他 轻轻一开柳橙芝 搭在自己身上的手 突然我想到了 自己一开始做的春梦 和梦里成年柳橙芝 溺死人的眼神 柳橙芝的手 又重新缠了上来 我的脸一瞬间羞得通红 我懊恼地骂自己 在胡思乱想什么 他还只是个孩子 怎么会做出那种事 如此反复几次我愣识 没有成功挪开柳橙芝 小家伙直接挤进我的怀里 两只手搂住了我的脖子 像个八爪鱼一样抱住了我 我哭笑不得地 试了个法术脱了身 又将枕头 塞进闭着眼睛柳橙芝的怀里 谁知我刚亲手亲脚地下床 柳橙芝随后就醒了 开始晃悟 柳橙芝从被子里爬出来 头发乱乱的 头顶有一小撮高高翘起 略显呆萌 我没忍住面无表情地 对着那处头发暗了暗 说自己要去准备早饭 他可以多睡一会儿 柳橙芝没有搭话 只是爬过来抱住我的腰 鼻尖处又闻到那缕淡淡的香气 我按住他的肩膀说 如果他觉得无聊 便去后山的树林里 修炼半个时辰后回来 他暗暗垂了眼眸 眼神里全是委屈 闷闷地说徒弟全听世尊的 我给了柳橙芝一本入门心法 让他去小树林里对着练 为什么我不亲自教他呢 因为我不会啊 我哪里知道 怎么吸收天地灵气 这不是落出尊者 昨日新收的弟子吗 怎么一个人在这后山上修炼 一群穿着白衣 照黄山弟子服的修饰走了过来 柳橙芝认出了 昨日要把他扔下山的子初 柳橙芝瞥了他一眼 便继续钻研心法 子初见柳橙芝这般冷淡 觉得面子挂不住 子初又赌又气一把 抢过柳橙芝手里的心法 我倒要看看 师兄看的是哪门子宝贵心法 柳橙芝见师尊给自己的心法被抢 大喊还给我 拳头慢慢紧握 我还以为是什么独门秘籍呢 原来是入门心法呢 你不是要心法吗 给我下跪就还给你如何 尊者的青传弟子 给自己下跪是多大的脸面 我这辈子只跪师尊一人 柳橙芝脸部紧绷 眼底暗流有洞 既然你不愿意 那就只能这样了 子初随手将心法撕成了碎片 对着天空扔去说 还给他了 子初一脸得意地看着柳橙芝 柳橙芝猛地抬起眼瞪他 那双蓝黄一瞳忧不见底 涌动着浓烈的杀鸡 弟子们看着一愣 忍不住往后退 柳橙芝握紧了拳头 柳橙芝似乎察觉到什么 缓缓收敛了怒意 恢复成乖顺的模样 站在原地大喊道 你们不要欺人太甚 子初最先回过神来 你居然还敢瞪我 数名弟子听从指挥扑了上去 对着柳橙芝一顿拳打脚踢 柳橙芝一头乌黑的头发 略显凌乱地垂在脸侧 白金的袍子上不是血迹 就是过大的脚印 子初走上前 伸手捏起了柳橙芝 红肿的狼狈不堪的脸 你以为改了的名字 你就高贵了 你从出生起 骨子里就是卑贱的 你这种人 就该一辈子活在泥地里 你哪来的脸 作落出尊者的徒弟 他能不能当我的徒弟 岂是你们能够议问的 一道清冷的女生传来 婉转却带着不易察觉的愤怒 我周身添了一圈惊晕 反问到他没资格 难道你们就有资格 弟子们鸦雀无声寂静无比 几乎都病住了呼吸 惊喜地崇拜地 和做坏事被发现的羞愧与恐惧 被人欺负 为何不反抗 我无视他们 而是居高临下地 看着趴在地上的柳橙芝 柳橙芝双拳紧握 痘大的眼泪 一颗一颗掉下来 抱怨人生不公的人时 没有作为的 想成为哪种人 取决于你自己 而不是世俗的眼光 柳橙芝安静下来 颤抖地看着我 担心地想我 难道因为自己不还手生气了 我严肃地说做自己的弟子 绝对不能哭哭啼啼 别人怎么对你 你就应该如何对他们 柳橙芝瞪大眼睛 不可置信看着我 好像明白 原来我并不喜欢 柔柔弱弱的小白花 他单膝跪地 握紧拳都说自己明白了 弟子们迫于落出的威压 也不敢吭声 突然地上跪着的少年 快速爬起来 极快的速度 裹挟着极重的力道 一拳朝着紫初打去 紫初不可置信地 看着眼前打他的人 没想到 对方居然真的敢下手打他 紧接着 柳橙芝又握紧拳头砸了过来 这次紫初勉勉强抢 接住他的拳头 柳橙芝和紫初 在地上扭打起来 拳脚并用牙齿 也没闲着狠命的撕咬 看得旁边的几人 都心中一颤 我欣赏地看着眼前的 这精彩的一幕 最终紫初居然被打得 连连求饶 大喊认输 然后嚎啕大哭起来 我紧接着呼唤 道成枝停下 别打死了 紫初见柳橙芝 硬声停了下来 惊慌地朝后 爬了几步原地 留下了一道水痕 看来我昨日本尊说的话 你们并没有好好听 那么 你们从今日起 便逐出云上仙府 弟子们脸色难看 说落尊者 我们是玄玉峰的弟子 您不能随意处置我们 我淡淡地说 萧峰主那边 我自会讲明 相信我的话 还是有用的 你们从现在起 赶紧滚 在场弟子 脸色刷得白了 落出尊者一言九鼎 看来他们 这次是真的完了 我腰部忽然一紧 感觉到一个小手在腰间 我微微一正 低头一看 只见柳橙芝 把脸埋在他的腹部 两只手紧紧 圈住他的腰部 死死抿着嘴唇 瘦弱的脊背颤抖不已 抱着落出 嚎啕大哭起来 我推开柳橙芝 认真到本尊 从来不收徒弟 如今让你做我的徒弟 你就是最好的 那弟子明白了 柳橙芝擦了擦眼泪 咧着嘴 扬起一个大大的笑容 配上他被打得 面目全非的脸 真的是可怜 又带着可笑 我说你这般 笑腮帮子可疼着 柳橙芝乐呵呵地说 世尊以后 可不能不要弟子 嗯 不会不要你 我想 他应该是害怕 再次被抛弃吧 我伸出手 拉住柳橙芝的小手 跟他说走吧 一起回家吃饭 你的小木床为师 已经令人换了个新的 从今日起 你晚上不可以 再往为师房里跑了 世尊不喜欢吗柳橙芝 用水汪汪的眼睛看着他 世尊不是不喜欢 只是你今年14岁了 弟子和世尊睡一张床 是不合理节的 你年少读书少 这些东西为师 以后会慢慢教你 柳橙芝一脸乖巧 到世尊不喜欢弟子就不做 接下来的日子 我认真教导柳橙芝工法 他也不辜负我的期望 勤奋刻苦进步神速 生活方面 柳橙芝几乎包揽了 所有的饮食起居 把清雅峰打理得紧紧有条 我被伺候的舒舒服服 朝夕相处间 师徒的感情变得更为深厚 一年之后 柳橙芝成功助击 我笑着跟他打招呼说 等他回来 柳橙芝走后 我甚感无聊 种菜喂鸡养花酿酒 日子一天天过去 他却迟迟不见回来 我问小猫 他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再不回来 都快过成仲天文了 小猫捂着肚皮说 自己也好想知道 好想念他做的糖酥小排 炒肉肉 我觉得 你这条策略 是对的你跟柳橙芝搞好关系 说不定以后他 真的就会饶你一命吗 这还要你说 宰宰被我养得多好啊 为了小命 还是得抱反派大腿 师尊要抱谁大腿 还没等我回头 那人加快步伐 从背后拥住我 师尊好久不见弟子 甚是想念师尊 这声音温雅清零 不似一年前那般稚嫩 我愣了火耳神 才起身看着来人 十七岁的少年 五官俊美 身长玉力 让他整个人看起来 仙尘不染 我赶紧跑过去说 怎么提前回来了 少年已经对我告 我觉得耳根有些发烫 转头 我突然看到了成枝 感觉很是惊喜 成枝一把抱住了我 凑在我耳边道 师尊我回来了 我开心地笑道 欢迎回来 许久不见 宰宰都长这么大了 成枝贴在我耳边说 历练的这三年 我每时每刻都在想你 我有些脸红了 轻轻推开他说道 这么大人了 怎么还跟以前一样 爱撒娇 这时 紫贵端着饭菜 叫我吃午饭 成枝双眼危险地 眯了起来 心道师尊 这个人到底是谁 紫贵把香甜可口的饭菜 一一放下 我看着很是欣慰 这十字贵问我师尊 他是谁啊 我微笑地向他俩 互相介绍了身份 成枝有些不开心的心道 这是师弟 师尊又有了新的徒弟吗 成枝一脸严肃地 看向了紫贵 紫贵笑着向成枝打招呼 我自知理亏 拉了拉成枝的袖子说 一起吃饭吧 成枝甩开我的手道 你们吃吧 说自己有些累 先回屋休息了 我察觉到成枝不开心了 但愣了一瞬间说好吧 感觉三年没见仔仔 竟是跟我生疏了 午休起来 成枝贴心地 给我倒了一杯茶 我歇意在美人榻上 仔仔回来后 不仅重新接管了清雅峰 且将我的饮食起居照顾得很好 可是为什么我感觉 他对我的态度变得疏离了呢 成枝推过茶展让我喝茶 可是我更想看看 这几年他受的伤 成枝拒绝了 并起身去竹林练剑了 我刚想喊住他 可是成枝已经离开了 留给我一个略有些疏离的身影 我伸出手 有些徒劳地 想要拦住他问问到底怎么了 可是成枝已经出去了 橘猫慵懒地吃着小鱼肝问我怎么了 我有些失落地说感觉成枝对我疏远了许多 以前的他多年了 可是现在却对我这么冷淡 感觉变得也太快了 橘猫让我别猜他的心思了 只要别跟他对着干就行了 我点点头感觉橘猫说得对 在一片斑驳的竹林中 成枝肆意挥舞着剑 仿佛发泄着心中的不满 秋风萧瑟 一片片落叶凌落成拟碾作成 只有在练剑中才能感觉到心中的安宁 这时紫龟突然说道师兄好厉害 并说想和师兄一起练习剑法 话还没说完 橙汁一剑劈向了紫龟旁边的竹子 竹子应声而断 紫龟有些害怕地说道师兄 近日来心中的疑惑不禁脱口而出道 师兄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呀 橙汁收剑面无表情地说没有 紫龟有些脸红地说道 那就好 我可喜欢师兄了 橙汁有些无语地准备转身离去 紫龟赶忙说起了师尊曾经夸奖橙汁的话 橙汁听了这些有一瞬间的顿主 转头问紫龟师尊当真是这么跟你说的吗 紫龟很肯定地说道对啊 说师尊告诉他师兄小时候吃了很多苦 但却是个很好很好的人 橙汁的唇角不可抑制地微笑了起来 有些期待地问有多好 紫龟努力地伸长了双手 特别可爱地说 师尊说你有这么好 橙汁心里乐开了花 摸了摸紫龟的小脑袋说 下次再教你练剑 午间阳光温柔地照射进房间 橙汁泡了茶给我送了过来 不过这时的我已经睡着了 有些唯美的安静 橙汁说着弟子进来了 并将茶端了进来 橙汁走到我的床边 这才发现原来我已经睡着了 看着我熟睡的脸颊 一张小脸无故而可爱 橙汁倾抚上我的脸颊 有些愧疚说 弟子这几日不该故意冷落你 可是又有些委屈地问师尊 怎么能一声不吭就收别人为徒呢 橙汁那双眸子里的深情 似要将我鸣克心间 橙汁轻轻将我搂在怀中 那种压抑的爱 让人有些透不过气来 望着我烟红的小嘴 橙汁用指腹反复地抹撒着 橙汁轻轻俯身上来 说自己知道 师尊不喜欢以下饭上 橙汁爱恋地 用脸蹭了蹭我的脸蛋 说弟子敬爱师尊 下一刻 橙汁吞去了上衣 钻进我的被窝 夕阳西下 我打了得哈欠悠悠醒来 我感慨 这一觉睡得可真舒服 橘猫有些嫌弃我午觉能睡到天黑 下一秒 橘猫又有些讨好的 拽了拽我的衣袖 让我快看看系统的提示 我打开系统面板 看到主线任务 并点击了yes 主线任务 三世与柳城之月下 对着 对其使用寒春伞 我一脸惊骇 居然有我对橙汁用寒春伞 我抱起橘猫摇来摇去 大吼刀说我疯了 还是你疯了呀 橘猫再次说不完成任务的话 天雷会劈下来 我无语地接受了现实 橘猫很欣慰我的食食物 我心到 反正只说用寒春伞 又没说要我现身 樱花叶里 最容易产生美丽的误会 我来到橙汁的房间门口 敲门让他开门 可我敲了许久 都没有人开门 我以为他不在 推开门 却看到了让我脸红的一幕 橙汁背对着我 他的一头长发 如瀑布似的散落一床 干净修长的背影 让我瞬间恍悟 我悄悄来到他的床前 小声埋怨 他被子都没盖好 可这是橙汁一个翻身 我看到他竟然抱着我的衣服 说图好喜欢你 我都看待了 他怎么可以这样 就在这时 橙汁醒了 猛地从床上弹起 有些脸红的说师尊 我赶忙后退 有些干大的说 对不起打扰了 橙汁一把抓住了我 他拦我入怀道 师尊 别走 我有些脸红了 让他先放开我 毕竟他一丝不挂 可是橙汁却一把拦住我的腰 我再次贴近了他 橙汁喃喃道 师尊 我喜欢你 我有些乌语地推开他 可是袖中的寒春伞却掉了下来 寒春伞摔在地上 瓶口都开了 晶莹的液体落在了地上 我心道糟糕了 橙汁弯下腰 捡起了寒春伞 他放到鼻端闻了闻 确定是寒春伞 我脸红的 要他把寒春伞还给我 他坏笑问我 是不是要对徒儿用寒春伞 我结结巴巴地说不是 橙汁一把搂住我 和我对视者说道 师尊骗人 这寒春伞 明明是从师尊袖子里掉出来的 我脸红的 不知道该说啥了 平生第一次淡坏事 就被徒儿发现了 我紧张地问道 橙汁你知道些什么 橙汁的手 穿过我的袖法 突然问我 师尊可知 为何世人都惧怕蓝黄一同 橙汁解释到 世人惧怕蓝黄一同 是因为他能看到人的灵魂 我一脸惊骇地说什么 能看到别人的灵魂吗 橙汁又问我 为何半夜潜入屋内 对徒儿下药 橙汁将我抵在墙边 闭咚着问 师尊想不到借口 来搪塞徒儿吗 我的脸胀得通红 极力否认我才没有 橙汁有些斜斜地笑道 徒儿色令之婚 想尝尝师尊的滋味如何 我呆呆地望着他 他轻轻地吻了上来 我有一瞬间的震了 他怎么可以这样 他轻轻放开了我 有些动情地说 弟子喜欢你 我一把推开了他 我们是师徒啊 不能这样 我删了他一巴掌 问他到底在做什么 我抬手又想打下去 大喊着让他清醒点 橙汁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再次贴近我说 师尊别生气 徒儿知错了 我有些紧张地问道 你要做什么 橙汁有些好笑地问道 师尊在害怕我吗 橙汁突然离我远了些 说道抱歉 是徒儿太过心急了 就在这时 橙汁突然抬手对我施了法 我刚想说什么 却已经晕了过去 橙汁一把抱住昏迷的我 让我站得更稳一些 这时 橙汁眸光一闪 撇向了外面的橘猫 橘猫赶忙假装舔爪子 假装什么都没听见 橙汁坏笑地说道 可我只相信死猫的嘴 随后再次施法打向了橘猫 橘猫喵呜着跳来跳去 躲避开橙汁的施法 橘猫一把扑向了我 让我快醒醒 橙汁一脸嫌弃地推开了橘猫 让橘猫安静一些 橘猫惊讶于 橙汁能听懂自己说话 橙汁则 让他不该问的别问 橙汁一把抱起我 威胁橘猫 不许让师尊知道今天的事情 又问韩春伞 是不是橘猫给师尊的 橘猫有些汗颜地指了指天上 说是上面给师尊的 橙汁问他 是不是天道给的 橘猫表示自己没有骗人 橙汁有些嫌弃地 让橘猫先滚 橘猫麻溜地就跑了 橙汁轻轻抚上我的脸颊 说师尊以后 不能像今晚这般勾引驼了 并轻轻吻上我的病鞭 我对此一无所知 第二天早上 看着满桌的美食 我味蕾都在欢呼 赶紧给两个徒弟都加点菜吃 感慨徒弟回来就是好 我大快躲移 根本不记得昨晚发生的事情 我有些疑惑地问道 橙汁你看着我做什么 橙汁温和地说 感觉师尊瘦了许多 该多吃点 两个徒弟起身去端厨房里的汤 我决定等他们回来 再继续享用美食 门嘎之一声关上了 看着橘猫念了巴基的样子 我有些疑惑 大早上的发生什么事情了 橘猫有些忧伤 昨晚的事情 到底怎么告诉洛出呢 我看着任务四很是为难 竟然是男主 系统要我收男主为徒 并亲自授予昆无剑 我有些疑惑地问橘猫 怎么是任务四 任务三呢 橘猫打得哈哈说 系统出bug 我思考着 我记得一个月后 就到先蒙大会了 肖臣虽是宗门外族 却在比试中表现出了不凡的实力 这一战不仅让肖臣 俘获了袁淑女主袁莫黎的芳心 还让她扬名天下 而柳承之也是从这时开始过上了被袁身摧残 可怜没人爱的艰苦日子 我有些感慨 袁书中承之的可怜遭遇 越想越是难过 这反差 搁谁身上都受不了好吗 都是一本书里的 凭什么男主轻而易举 就能得到所有 这时门被推开了 承之和紫龟端着 已经热好的汤回来了 看着两人的笑脸 我心到 这一世间换了我来 我一定尽我所能 护他余生周全 我让两人过来做 有些话要和大家说 两人开心地应道 好的世尊 待两人落座后 我喝了口茶问道 一个月后的先蒙大会 可有压力 承之自信地说 弟子修炼多时 早已做好万全准备 一定会取得好名次 我但笑道 先蒙大会的举办 只在让各门派弟子切磋武艺 只要尽力就好 我心到系统主线 让我收萧尘为徒 并亲自授予他昆无剑 万一承之跟萧尘对上赢的话 那可怎么办呢 承之却在想 世尊看起来很担心的样子 是怕我拿不到名次 会失落吗 承之心道 世尊真可爱 我不会让他失望的 时间如白鞠过细 转眼间就来到了一个月后 在演武场上 承之一剑劈了下去 他的对手完全扛不住他的力量 颤抖着说我认输了 比试结束 承之获胜 承之谦逊地说成让 底下众弟子都说 柳承之竟然如此厉害 我有些欣慰的 说不愧是我交出来的好徒弟 真给我长脸 长春风风主朱千英 眼嘴娇笑道 听说萧辰也进了中士 你觉得他和柳承之比起来 谁更胜一筹 我端查贺道 两人各有千秋 没什么好比的 演武场上 承之等待着中士 环佩叮当 轻微的脚步声传来 萧辰上场了 两人自爆家门后 拉开了架势 承之心道 此人天资卓月 是个好苗子 承之心道 那边将他打败了 让世尊眼里 只能看得到我好了 萧辰心道 这人明明面带笑意 但不知为何 却给人的感觉 却很危险 裁判上场 宣布中士开始 承之率先出击 一剑朴实无华 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 劈了下来 萧辰赶忙侧闪 心道此人的速度好快 两人越打越快 刀光剑影间 有些看不清 两人的身影了 底下弟子感觉 两人都很强 都在猜测 到底谁会赢 萧辰的一时疏忽 让承之找到了破绽 承之抓紧这个机会 再次一剑斩猴 剑尖停在了 萧辰的咽喉处 决绝而威胁 承之淡定说道 你输了 萧辰盗也君子 直接认了输 承之微笑地想着 得了第一名 师尊会感到高兴吧 此时的我却有些尴尬了 有些不知道该怎么了 这压根就没按照 书上的走啊 那我该如何做 才能解决眼前的困境 我摇晃着橘猫 问他怎么办 橘猫说 按援任务线执行 我揪着橘猫的毛问道 这不是为难人吗 橘猫也没办法 我一抚头说 我知道了 转头就发现 云上仙府掌门 云心一正宣布 承之夺得魁首 准备将昆吾剑赐予承之 承之恭敬跪下 准备接过昆吾剑 就在这时 我一个瞬移 拿走了昆吾剑 承之有些疑惑地喊道师尊 承之以为 师尊是想亲自扳给自己 可现实是残酷的 我越过承之来到萧尘旁 直言道 本尊看你资质不错 你可愿做我的徒弟 承之猛然站起来 喊道师尊 萧尘猛了一瞬间 赶忙说自己是愿意的 我将昆吾剑递到他面前 心里却难过地要死 这明明应该是给承之的 萧尘赶忙推脱说 这是柳师兄的剑 一旁众人都有些唏嘘 为何落出一定要把昆吾剑给了萧尘 我摇摇头道 这剑不适合他 我好像突然明白了一件事 这把剑是上古神剑 承之不适合用这把剑 那就是这把剑只能和萧尘认住 我转头问承之 觉得怎么样 我也有些无奈 明明是承之拿了第一名 我却必须把剑给了萧尘 我心到承之一定很难过 一会儿要不带承之出去散散心吧 给他买点好吃的 承之却猛地抬起头道 一把剑而已 师尊决定就好 其他人纷纷出声道 这可是上古神剑昆无剑 这柳承之竟然说给就给了 也太大方了些 我回头看着承之 承之真的乖巧地让人疼惜 我再次将剑递给了萧尘 萧尘还要推脱 我感觉有些不耐烦了 这个破任务好麻烦 这时一个清亮的女生说道 这把昆无剑就该是柳师兄的 他质问我怎能将此剑赠与新弟子 我回头看向他 问他是谁 竟然是袁莫离 我心到原来是小说女主啊 这袁莫离不愧是女主 开场就是和别人不一样 不过为啥感觉 女主对男主并无感觉 长春风风主朱千英也出声道 若初你也太过偏心了 这时 掌门云心一也看不下去了 说我确实有些不妥 我陷入了尴尬 这任务怎么做啊 我是没招了 系统能不能给点别的选择啊 关键时候还得看成之 这时成之拿过我手中的昆无剑 转身将昆无剑递给了萧尘 萧尘有些震惊地看着成之 成之微笑着说道 师弟好好收着便是 这时我突然打了个冷战 感觉到一阵寒意 萧尘依然没有接剑 成之直接把剑扔到了萧尘手上 萧尘感觉一股熟悉而陌生的力量传来 这剑仿佛就是为他所生 我心道 任务终于完成了 我松了一口气 萧尘拿着剑看向了掌门 掌门欣慰 这昆无剑终于认转 可就在这个时候 袁茉离冲了上来 大喊着不行 说这剑不能给萧尘 袁茉离心道上一世 萧尘就是用这把剑杀死柳成之的 我有些无语 问他为何不可 袁茉离默默凑近了成之 楚楚可怜地看向了成之 我心道看他这含羞待气的小眼神 看来是对成之有意思啊 成之有些嫌弃地看向了我 突然对我笑得一脸灿烂 我无语地看向了成之 对他实眼色 让他瞅瞅袁茉离 成之有些无奈地问世尊怎么了 成之突然凑近我 问我是不是眼睛不舒服 袁茉离捏紧了拳头 不明白 为什么成之都不看他一眼 反而对落出那么亲密 我赶紧推开他 但凡成之有点眼力 见女主就到手了 我假装咳嗽了一声 决定自己出马 我走向袁茉离 问他是否愿意做我的徒弟 所有人都无语了 这落出收图话术一模一样 在我背后 成之有些黯然地喊着师尊 袁茉离则是赶忙说我愿意 袁茉离心道 这样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接近柳成之了 我点点头 这下男女主都是我的徒弟了 长春风风主朱千英却不干了 说前三名都让我收了做徒弟了 我没理会他 带着成之就走了 朱千英怒了 说我欺人太甚 芸心一拦住了他 众人都走了 萧晨喊住了袁茉离 袁茉离一脸笑容地转头 问他还有什么事情 萧晨直言问道 袁姑娘是不是讨厌自己 萧晨心道 她刚才看向我的眼神 是带着敌意的 袁茉离真的是一阵无语 没想到萧晨竟然如此敏感 一个眼神就能让她感觉到一丝危机 绿衣姑娘袁茉离问萧师兄 怎么会这样想 她说都在落出世尊门下 以后就是师兄妹了 萧师兄挠了挠头说了声抱歉 并说是自己误会师妹了 她心想对眼前这个人 可不只是讨厌这么简单的事情 自己简直恨死她了 萧师兄对她说说 以后就请我多多指教了 袁茉离默默地看着萧晨师兄 心想自己前世那么爱她 就算她忘不掉落出 自己也会一直陪在她身边 可是袁茉离与萧晨成婚后 竟然不顾她的反对 执意和那些笑死落出的女子 翻云覆语 世人不知道内情 觉得袁茉离是在无理取闹 要不是她现在的身份和修为 没法杀掉萧晨 可能早就动手了 萧晨摇晃着袁茉离的肩膀 问她怎么了 袁茉离说自己没事 刚才只是有些走神了 萧晨哈哈大笑着 说天色不早了 准备送袁茉离回家 袁茉离哈哈大笑着回答说 那就有劳师兄吗 今晚的夜色格外美丽 月光洒满了大地 夜色下的院子里 树木沙沙作响 我躺在床上盖着被子在睡觉 此时伴随着嘶嘶一声 一个黑色的身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她用手指头轻轻扶动我的嘴唇子 娜娜自于说 师尊已经有头了 为什么还要收一些无关紧要的人为图呢 她好像被震惊住了 她凑近我 摸着我的脸蛋子 抚摸着我 对我说 师尊的爱 未免太廉价了 她将脸凑了上来 冲着我作了一口 一切顺着我预想的方向在发展 她心想 没关系的 以后让师尊的眼里 只能看得见自己 我继续闭着眼睛 听她念叨 师尊弟子 真的很爱你 此时 一个黑影浮现在师尊身后 冲着她说 她根本就不在乎 你又何必自欺欺人 柳成之扭头看着黑影 说你为何出现在这里 黑影对她说 你是半魔之躯 体内流淌着魔族的血 就算下到十八层地狱 都能找到你 黑影飘到了窗前 对她说 这女人看着普普通通 何必委屈自己 非要待在她的身边 黑影飘到她的耳边 对她说 杀了我 杀了云上仙府的所有修士 魔族的至尊之位 就非她莫属了 柳成之让她闭嘴 伴随着嘶嘶的声音 她捏着自己的长剑 十分生气 柳成之拔出长剑 一剑砍了下去 让黑影滚回深渊 不要打师尊的主意 黑影对她说 她是杀不掉自己的 要是执意动手受苦的 可是你的师尊 柳成之再次摸着我脸蛋 我痛苦的表情 十分猙獰 我浑身瑟瑟发抖 说自己好痛 柳成之摸着我的脸颊 我说这只是一点 能让她陷入最害怕的 梦魇的小把戏 自己的提议 希望柳成之能好好考虑 我浑身发抖 嘴里仍然喊着好痛 随后黑影消失了 汗水从我的脸上 一颗颗滑落下来 看起来十分痛苦 我慢慢地睁开眼睛 虚弱地看着周边 我发现自己被捆绑在铁链之中 铁链哗哗地作响 我心想 这究竟是哪里 难道自己是被绑架了吗 此时一个脚步声传来 哒哒地向着我走来了 她后背着双手 笑着对我说 居然还活着 柳成之穿着黑色的衣服 对我说 看来世尊的命格还挺硬 她戴着半截子黑手套 拔出了长剑 随后对我说 她这辈子最恨的就是我了 并把刀架在了我的脖子上 随后用手一把掐住了我的脖子 我感觉喘不过气来 我被吓得浑身发抖 心想着不要杀我了 随后她应笑着说 受死吧 我忽然猛然从梦里惊醒了起来 大喊着不要杀我 我摸着自己的脑袋 大声地喘着粗气 只见柳成之在我身边安慰我说 是不是做噩梦了 刚才一直在说胡话 我一把甩开了她的手 十分地生气 我对她说 你不要碰我 柳成之十分诧异 没想到 居然在害怕她 没想到 小猫咪被吓坏了 蹭蹭地跳到了我的床上 随后 我镇定了一下说我自己没事 我安慰自己 这只是一个噩梦 随后 我拉起柳成之的小手说 自己刚才睡迷糊了 刚才有没有打痛了她 柳成之反握住我的手 抚摸着说自己没事 她哈哈哈哈大笑着说自己不疼 让我不用担心 我不好意思地 把自己的手抽了出来 对她说 自己有件事情 想要同她商量 她对我盖了带被子说 师尊要是有什么事情 直说便是 我说 既然现在受了消沉和袁莫黎为徒 自然就不能让他们 再住在山下 我准备将隔壁的两间屋子 收拾出来 让他们搬过来住 柳成之犹豫地说 让他们搬过来啊 仿佛若有所思 随后她扭头 对我说好啊 笑得十分灿烂 随后她起身站了起来 说 那就先这样 她笑着对我说 师尊先起床吃饭吧 徒儿这就去收拾屋子 她转身向着外面走去 我对着她说 还真是辛苦你了 天使里发出了嘻嘻嘟嘟的声音 里面摆放着一张桌子 和几个凳子 柳成之认真着打扫着屋子 拿着鸡毛胆子 扫来扫去 过了一会 我来看她 并给她端来了一杯热茶 我夸赞她说 这里打扫的 还真是干净 但是让我吃惊的 是我听到了滋滋的声音 这个声音听起来十分的恐怖 原来在桌子底下 有一只小杰瑞 是它在散发着滋滋的声音 我被吓得大声的尖叫起来 小老鼠也被吓得震惊住了 只听见轰隆一声 我和小老鼠分头逃窜 我大声尖叫着 有老鼠啊 这里为什么有老鼠 我最怕老鼠了 柳成之拍着我的肩膀 让我冷静一些 我对她说 橙之屋子里有老鼠 我一把扑到了柳成之的怀抱里 对她说快点抓住她 柳成之紧紧紧地抱着我说 师尊不必害怕 有弟子在这里 一切都交给柳成之就可以了 她使用左手 弄出了一个红色的圈圈 像是一个能量聚集环 随后用手一挥 把小老鼠扔在到了空中 小老鼠就像掌中之物一般 任柳成之操控 随后 小老鼠被烧得漆黑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小老鼠万万没想到 来的时候 好好地回不去了 柳成之抚摸着我并脚的头发 对我说 可以睁开眼睛了 老鼠已经被她三下五除二解决掉了 我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心想这可把我给吓坏了 没想到 映入我眼帘的 居然是柳成之那个俊俏的脸庞 两个人凑得这么近 还真是有些尴尬 我赶紧从她怀里脱身出来 心想 真是丢死个人了 柳成之赶紧跑到我的身后 凑到我的耳旁嘀咕说 弟子刚才 其实什么也都没有看到 她把下巴放到我的肩膀头子上 让我理她一下 随后继续对我撒娇 说别不理她好不好 我没转身 没有说话 她假装生气地对我说 既然不理她 就不在这里暗眼了 她边走边嘀咕说 本来早上做了一些新点心 本打算收拾好偏事 和师尊一块吃呢 我听到她这话 喊她等一下 她暗自窃喜 以为自己的话术起作用了呢 柳成之扭头对我说 还有什么需要吩咐的 好像十分期待 接下来我要对她说的话 我不争气地对柳成之说 那新点心 真的是我从来没吃过的吗 柳成之说 那是当然 我不好还意思地说 那我就稍微长一点点吧 柳成之开心地对我说 让我稍等一会 她这就去厨房 把点心端过来 我生气地对小猫咪说 刚才你看到老鼠 怎么不去抓 害得我在自己的徒弟面前丢脸了 小猫抱着自己的脑袋 说自己这么高贵 怎么能干抓老鼠这种粗活呢 实际是她不敢抓 因为这是大反派 用幻术变出来的老鼠 随后柳成之抱着一大碗点心 走了进来 一个帅气的大背头美男子说 马上要开启阵法 进入黄泉古镜了 在这之前 她有几点要叮嘱大家 因为黄泉古镜欲强 则强要经历三层考验 我和柳成之也在这群人之中 我假扮为长生风弟子张希希 古镜虽然蕴藏着无数法器宝物 但是要看个人机缘 黄泉镜里看到的一切都是过往 大家进去后 不能试图改变事情原来的诡计 否则就会被古镜吞噬而死 袁叔的落出尊者 得知肖成受伤后 强行闯入古镜 想要挖柳成之的心头血 为他疗伤 我心想 这次自己假扮成张希希随行 如果能避免肖成受伤 就不会重蹈袁叔父者 此时 有人喊了一声柳师兄 柳成之也听到了 袁莫黎对柳成之说 等下进入古城 跟他一起走 这样互相之间能有个照应 柳成之冷冰冰的 对袁莫黎说 不必了 袁莫黎恳求他说 就让阿里跟着吗 袁莫黎伸手想要拉柳成之 却被柳成之一把甩开了 柳成之扭头 对袁莫黎说 请你自重 袁莫黎十分尴尬地 看着柳成之不知所措 此时 一个手轻轻拍了拍袁莫黎 对他说 柳师兄不愿意的话 你就跟着我吧 原来是肖成师兄出现了 他对袁莫黎说 我会好好保护你的 此时长生风弟子 培育拍着自己的胸脯 对袁莫黎说 袁师妹要是愿意 可以跟自己组队 随后又有一群男人 凑了上来 争先恐后的 要和袁莫黎进行组队 我见此情形 都上前来对他们说 大家都不要争吵了 先听掌门 把注意事项说完 组队一试等 进去古今再商议也不迟 培育听到这话 扭头看着我 整个表情都十分的震惊 他问我 就是长生风的张兮兮张师妹吗 没想到 我也得到了古今的历练资格 我摸着自己的脸 心想自己伪装的还不错 连同一个风的培育 都没看出来 柳承之抓着我的手说 师妹这个名字 还真是有趣的很的 他把脸都凑到了我的脸上 感觉都快清上了 这还真是尴尬呢 是不是被他给认出来了呢 我假笑着说 柳师兄不要拿我开玩笑了 我心想 自己用了易容术和尾音术 不会被轻易认出的 他又把自己的大脸 一点点凑近我 用额头顶着我的额头 我害羞的脸都红了 问他 我的脸上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他退了几步说 没有是师妹多虑了 我心想 柳承之这个家伙 私下居然是个辽妹高手 戏弄起人家小姑娘 来一套一套的 掌门大手一挥说 大家肃静 现在就要开启阵法了 大家环抱式的围绕着他 一个红色的轮盘 出现在大家脚下 培育震惊的表情 说这是那个东西吗 袁莫里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随后 大家在原地消失不见了 两只小麻雀 在枝头唧唧喳喳 随后伴随着轰隆一声 一道红色的轮盘 从天贯穿来 只听见啪的一声 一团雾气般砸在了地上 我靠在柳承之的肩膀上 嘴里嘟囔着说好痛啊 随后大家震惊的抬头向前看去 口里不由自主的说这是什么 只见这是一座古城 上面写着花坚果几个大字 前面凭空出现了一面高长的城墙 城墙下写着血淋淋的三字花坚果 袁莫里一吃惊到前世 明明不是这样的 难道自己的重生 导致黄泉古镜里的景象不一样 根据仙人记载 花坚果遭遇了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没想到居然会出现在这黄泉古镜里 我看着柳承之问道你如何得知 顺便拍掉柳承之 放在我腰间不老实的手 柳承之笑得暧昧说 都是师尊教得好 我先是一惊以为身份被识破了 转念一想 他想表达的应该是告诉我 这些都是他师尊教给他的 这小子在外面也不忘夸夸自己 不错不错 只是自己何时教过他这些 柳承之很自然地牵过我的手实质紧扣 看着出神的我 问师妹在想什么呢 他笑眯眯地看着我说 居然这么出神 我回过神来 尴尬地咳嗽了两声说 没什么 柳承之道 跟上他们一起进城看看 我看着前面的好多人 一脸严肃地点了点头 让人震惊的是 比起城门外飞气 缭绕的恐怖 城内居然是一片 安乐祥和的和谐景象 有一个大爷 正在向大家热情地推销他的商品 糖葫芦若哀 又大又红的糖葫芦 年轻的小夫妻 带着孩子也在吆喝 鲜肉小混沌 热乎现包的小混沌 柳承之和我的心中 都想起了警铃 这怎么看 都不像已经灭绝的 谷国该有的样子 我们花坚国很多年 没有异国人进来了 一位穿着朴素的老人 上前来打招呼 我问大爷 在这里生活多久了 有没有去城外看过 他说他没出去过 也不知道城外是什么样子 我和柳承之的表情 都有些凝重 很明显 这名老人有点不太对劲 我凑近柳承之小声说 你有没有发现 这里的百姓们 脸上除了笑 没有其他表情 柳承之看着眼前的人 嘴角勾起一丝玩味的笑 一脸真诚的说 我真的很厉害 这都能发现 众人走了 一会儿就到了集市中心 裴玉疑惑到 这地上怎么有个红色的钱袋子 他想要弯腰去捡的时候 眼睛贴向另一头 发现前面居然也有 还不止一个 就在裴玉捡起钱袋子的一瞬间 有一把剑 直接将红色的钱袋子 挑开了去 原来是柳承之拿剑 阻止了要捡钱袋子的裴玉 裴玉转过头 看向柳承之疑惑的 问到怎么了 柳承之说 听说在民间有个说法 掉在地上的红钱袋 是不能解的 一些有钱人家 会给未婚早逝的姑娘 配明婚 把一些钱 连同女孩的头发 放在钱袋子里 寻求有缘人 若有人捡起来 那姑娘将会在头七那天 带走自己的有缘人 到地狱里成婚 萧尘惊讶地说 居然有这回事 自己怎么没听说过 裴玉也说 对着红袋子一箭划去 露出钱袋子里面的东西 果然是用一串发丝绑住的铜钱 培育到吸一口凉气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众人也没有想到 这么离奇的事情居然是真的 我双手抱胸 看着柳承之问这 难道也是你师尊教的 他笑了笑说 那是自然 我的脸直接无语到黑了下来 他还真是张口就来 我什么时候教过他这些 袁莫黎说 时间不早了 大家都累了 不如先找个客栈休息 明日再调查如何 他很自然地 将手放在了柳承之的肩膀上 柳承之不着痕迹地拉开距离 然后转身拦住了在一旁的我 温柔地问我认为应当如何 随后 我和柳承之手拉着手一起离开了 留下袁莫黎一个人在原地黑脸 他咬紧了牙关 默念我的假名字 生气地说 等着瞧 早晚让我好看 众人一起来到一家宽敞华丽的客栈 大家兴奋地自由 划分着房间 萧晨拿着一把钥匙走了过来 说我和袁莫黎都是女子 就住一间房吧 我一开始震惊了一下 随后笑嘻嘻地打散 结果萧晨手里的钥匙 可就在钥匙马上就到我手里的一瞬间 不知道被谁夺了去 原来是我们的反派大人柳承之 他摇晃着手里的钥匙 坏笑着说 要和我住一间 萧晨结结巴巴地说 这不太合适吧 袁莫黎说 男女受受不清 这样不合理数 柳承之大意凛然地说 我是一修修为平平 他和我一起住 是为了保护我的安全 看着笑得意味深长的柳承之 我满脸黑线说 那就多谢师兄 照服了 萧晨说 既然我同意了 那就我和柳承之一间 他和袁莫黎 便一起住剩下的一间 袁莫黎气鼓鼓地 本来还想说点什么 被萧晨拉着 转身进了另一个房间 我进屋后 叹了一口气 关上了门 感觉到今天 实在是有些疲乏了 哪知 突然我就被人 从身后紧紧地抱住了 身后是灼热的胸膛 放在腰间的手 还带着噪音 我用力挣脱了柳承之的束缚 我就知道这个小兔崽子 想干坏事 我转身想 一巴掌拍死这个小兔崽子 却被柳承之握住手 压倒门上 柳承之靠得很精深情地 注视着我 我骂道 他在发什么疯 却不争气地红了脸 下一秒 他灼热地唇落了下来 用舌头撬开了我的牙 像野兽一般侵略 抱着我的手力道 越来越紧 呼吸越来越急促 我被他吻得呼吸不过来 只能被动地 承受着柳承之的索取 不知过了多久 柳承之缓缓退开 又实不知未识地 亲了亲我的唇瓣 我直接反手 就是一巴掌 骂道真是个灯兔子 柳承之摸着被打红的脸也不闹 只是乖巧地站在原地 笑着说师妹教训的事 解释说 我长得像他的一位故人 一时有些情难自禁 要不是怕用法力 伤到这个小兔崽子 我非得好好教训他一顿不可 我严肃地说 今晚柳承之必须打地铺 如果再被我发现 他有乐举行为饶不了他 我说我先去洗漱 他不准跟来 也不准偷看 他双手抱胸 一脸笑意地说师妹放心便是 柳承之脱光了 坐在热热的浴桶里面 水气阴阴间隐隐约约 可以看见他的胸肌和腹肌 我边擦拭头发 边想今天他对待我的言行 大胆放浪 就像是孔雀开瓶一样 我放下帕子 心想他完全不像是我的乖乖仔 不过他说的那位故人又是谁呢 突然我的手摸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 是一本书上面写着 花尖国密室 我一身素衣坐在床上抚摸着这本书 心想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随后拿起这本书 仔仔细细地查看 看名字像是一个画本子 一个盗窃少年因为饥荒快要饿死 被花尖国公主温生所救 此名楚戒 之后楚戒改邪归正从军入伍 因为战绩显赫被封为了护国将军 我来回翻看着这本书的内容 原来讲的是花尖国公主和将军的故事 不知道这书上的花尖国 和现在的花尖国是不是同一个 反正闲着无聊看看 能不能从书里找到些线索 柳承之捏手捏脚地来到我的床边 嘴里轻喊着我的名字 见我没有回应他 他掀开了我的帘子 没想到我居然已经睡着了 他爬上床 心想我和他共处一室 也能睡着 我果然一点防备之心也没有 随后他悄悄地掀开了我的被子一角 心想长夜漫漫 他得陪我一起睡才不孤单 触碰到我身体的一瞬间 柳承之瞬间浑身一僵 满脸通红地 用手不轻不重地还着我的腰 下巴靠在我的肩上 嗓音低哑深沉 小声喊世尊 此时窗外的街道上 传来少女银铃般的笑声 我被这声音 惊到耳朵动了一动 听清了外面的诡异的声音 随后 我猛地睁开眼睛 心想这到底是什么声音 我转身看到柳承之 居然就在我的床上 正拄着胳膊 一脸温柔地看着我 顾不得追究他爬床的这件事情 我立马伸手捂住了他刚想出声的嘴 随后一把将他推倒在床上 双手将他还住 示意他不要出声 然后抬起头问他 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 他被这一幕冲击到了 不知所措地僵硬地点了点头 柳承之一把搂住了我 我们都听到了一种特殊的声音 柳承之躺在床上 我双手按着床 趴在他的身体上 我说这声音听起来像是女子的笑声 这声音呢 让我惊出了一身冷汗 柳承之一把抱着我坐了起来 把脸贴在了我的胸口上 他说这声音是师妹的心跳声音 他呼呼地喘着大气 我也呼呼地喘着大气 我蹭了一下 从柳承之的身下跳了下来 我心想 自己可教不出这种满嘴骚话的徒弟 我坐在床边长舒了一口气 让柳承之待着别动我自己去窗户边看看 我来到了窗户边 鬼鬼祟祟地轻轻地推开了窗户 但是我立马被震惊住了 眼前的景象 着实地让我大吃一惊 只见外面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一群穿着红色衣服的男人 欢天喜地地进行伴奏 队伍中间是一个四台大轿的迎亲队伍 外面站满了围观的看热闹的人群 大花轿的中间 郑金威坐着一个新娘 他笔直的脑袋上 盖着一个戴着袖碎的头巾 我紧急关上窗户 感觉有些不对劲 我对柳承之说 外面有些不对劲 咱们下去看看 柳承之微微一笑 十分开心 匆匆地向着外面走去 今天的月色格外皎洁明亮 没想到 裴玉也在下面看热闹 并冲着我们打招呼 我问他 你们怎么也在这里 他说发现百姓有些不对劲 就打算跟上来看看 忽然传来了哇哑的一声惨叫声 原来是袁莫黎的手 被人划伤了 一个男子紧紧抓着袁莫黎的手掌 他大声呼喊着放开自己 见此情形 柳承之大喊了一声袁师妹 随后拔出了自己随身携带的佩剑 柳承之一剑挥了下去 将坏人击退 袁莫黎说自己被坏蛋抓伤流洗了 只听见轰的一声 嘻嘻嚷嚷的人群扭头看向了我们 让我们大为震惊的事 这群人张牙舞爪地围着我们扑了上来 我对他们说 刚刚的声音惊动了人群 他们都朝着我们围过来了 在人群的背后 有一个敞开的门的一个屋子 我发现 对面的这个屋子 应该可以暂时躲避 柳承之暂时驱散了围攻的人群 叮嘱我们说去木屋 进行短暂的庇护 我们急匆匆地跑进了木屋 随后柳承之一把将木屋的门关上了 培育气喘吁吁地问 这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百姓会突然攻击我们呢 柳承之解释说 他们没有呼吸 早就不是活人了 应该是 有人在背后操纵这一切 柳承之说 三百年前花坚国遭遇的灾难 应该没有人活下来 白日我们看到的一切 应该都是假象 大家听到这话 都被震惊了 萧承此时仓促地说 袁师妹怎么不见了 我生气地质问他 袁莫黎不是一直跟着你的吗 萧承说 以为他一直跟在自己身后呢 萧承一把拉开了门 说外面这么危险 自己得去找他 柳承之说 袁莫黎就在外面 看样子 好像是已经被童话了 袁莫黎僵硬地站在外面 嘴里嘟囔着 公主与楚将军天河之作 袁莫黎脸色漆黑 嘴里反复念叨 公主倾国倾城 公主菩萨心肠 我心向 公主与将军 这不正是自己晚上看过的那本画本吗 让我更加没有想到的是 裴玉与萧承一口同声额说 你也看到了那本画本吗 裴玉与萧承扭头看向对方 不可思议地询问对方 你也看到了吗 我说那画本不是偶然 而是有人故意让我们看到的 而花间国公主和将军的故事 或许不仅仅是一个故事 我越想越觉得恐怖 此时 一只手按在了我的头上 安慰我说 别怕 柳承之轻抚着我的脑袋说 不用害怕 有他在呢 柳承之随后解释说 等外面人少了 再跟上去看看 袁莫黎可能是被抓破身体 才被童话的 我崇拜地看着承之 没想到 在这种危险情况下 还能镇定自若 柳承之好像察觉到了我的变化 扭头看向了我 他一把将我揽到怀里 问我是怎么了 我害羞地说没什么 心想这孩子撩人的本事 越来越厉害了 送行的队伍 嘴里不停地喊着 公主与楚将军天作之和 队伍越走越远 我们悄悄地跟着队伍后面 没想到 我们竟然跟随着队伍 来到了皇宫面前 接下来的一幕场景 让人瞪大了眼睛 我从没见过如此情形 一个身着血红色衣服 带着半截子面具的男人走了出来 他顺着阶梯 一接一接地 慢慢走了下来 大花轿被放在地上等待着 柳承之看着眼前的景象 随后说 看来 他就是百姓们口中的楚将军了 萧承说自己的昆乌剑 好像很躁动 只有感受到浓烈的魔气时 才会有这种剧烈的反应 我扭头对着柳承之说 师兄的意思是什么 柳承之说 这个将军已经入魔了 将军来到了大花轿的面前 轻轻拉开帘子 扶出了新娘子 随后一把抱起了新娘子 新娘子好像十分的瘦弱 大将军宠溺地看着新娘子 没想到 在这红盖头之下 竟然是一堆骷髅 我们都目瞪口呆地 看着这一切 培育说 这入魔之人的口味 也太重了吧 大将军抱着骷髅新娘 转身一步步向着宫殿里面走去 萧承说 袁师妹也进去了 我们要跟上去吗 我说话本上说的是 将军为了复活公主 以万人陷阱 我大喊一声不好 袁莫里有生命危险 听到这话 萧承一下子冲了出去 大喊着 袁师妹就要打算去救她 柳承之拉着我的手 扭头对我说 我们也跟上去吧 我的脸红的 像一个大苹果 随后 我不好意思地说了一句好 我和承之 抬头看着天空的雾气 心想 刚才进来的百姓 还有萧承他们 怎么都不见了 突然间 刷得来了一阵狂风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 我用手遮挡着自己的眼睛 心想这阵狂风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阵狂风 突然卷起了 我和柳承之 硬生生地 将我们两个人给分散开来 原本是紧紧抓握的两个手 就这样 硬生生地被拆散了 柳承之 被这团黑色的风暴 卷到了半空之中 我也被黑风紧紧地抓住 不能够前行半步 我大喊着说 放开我 承之有危险 我要去救她 此时系统提醒我 触发了隐藏剧情花间国网事 宿主将要穿回三百年前 以公主温生的身份 经历一遍她的过往 随后一个老婆婆 拉开了床帘 对我喊了一声殿下 她对我说 该起床用早善了 我打了的哈欠 问她现在是几点了 我心想 自己怎么能会如此自然地 说出这些话 而且身体和言行 好像也不受自己的控制 我想起 自己和承之在皇宫里被吹散 随后自己就莫名其妙地 成为了公主温生 老婆婆对我说 现在已经是毛时一刻 该起床吃饭了 我随后对老婆婆丘娘说 自己想要出宫 老婆婆震惊地说 万万不可 现在敌国入侵 人心惶惶 她抚摸着温生公主的肩膀说 皇上要是知道 您出宫会发怒的 公主委屈地说 自己不出宫就是了 我心想按剧情发展 公主肯定会想尽你一切办法出宫的 果不其然 公主换上了黄色的衣服 急匆匆地跑到了大街上 她的头上戴着一个黄色的装饰 随后扭头寻找着什么 她急匆匆地向着一个男人跑了过去 口里还喊着阿借 阿借扭头看着公主 十分的开心 公主蹦哒哒地向着阿借扑来 嘴里说自己出宫来找你完了 我心想 这个人就是将军楚戒吗 怎么长得和城之一模一样 楚戒拉着公主的手说 你偷偷出宫 怎么不带侍卫 一个小姑娘 在外面多危险 我高兴地对她说 你是柳师兄对不对 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 穿进了三百年前的花间国了 没想到自己还能自由地说话 真是开心 楚戒一脸猛逼 显然不知道柳师兄是谁 我姐是说自己是张希希 是你的师妹啊 我拉着她的双手心想 既然有成之在 我还走什么花间国的剧情啊 楚戒笑着说 公主是不是又看了什么新画本 现在要和自己玩角色扮演吗 我失望地松开了她的手 心想 是不是自己猜错了 楚戒摸着公主的脑袋 安慰说不要不开心 我要是喜欢她 陪我玩便是 我心想还是按着原剧情往下走吧 我对楚戒说 昨天父王说 我到了要嫁人的年纪了 楚戒听到这话 愣住了说了一句 我心想她这是什么奇怪的反应 公主继续说 那些驸马各个才貌双全 都是鼎鼎的人中龙凤 公主一把拉住了楚戒 喊了她一声阿剑 公主追问她说 你不愿意娶我吗 楚戒扭头看着公主说 自己其实还有几日就要出征了 公主整个人都愣住了 傻傻地站在原地 她说 出征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现在才告诉自己 将你捉去冲军的 现在自己就要去找她 让她取消旨意 楚戒一把拉住她 将她搂在怀里 楚戒解释说 没人强迫 她是自己愿意的 公主被气得全身瑟瑟发抖 战场凶险 不知何时才能再回来 楚戒靠在公主的肩膀上 对她说 她比任何人都想要娶公主为妻 公主你是一国公主 金枝玉叶 自己一定要光明正大 十里红装来娶公主 然而 自己却是人们口中的盗贼 自己想要参军博明 以更好的身份 站在公主身边 公主对她说 你是劫富济平 跟其他人不一样 当面自己被流氓欺负 就是她救了自己 楚戒擦了擦公主的眼泪说 殿下嫁给一个盗贼 日后会受人诟病 自己不想因为这个 使公主遭受非议 楚戒信誓旦旦地说 等自己立功回来 不要荣华富贵 只要公主一人 随后楚戒抱起公主亲吻起来 她对公主说等自己回来 两个人永远在一起 公主看着她说 我答应 我心想不会错的 眼前这个人一定是柳承之 因为我记得 话本上说 楚戒性格千功内敛 而面前这个人的言行 分明就是承之无疑 三天后的城门之下 楚戒和这一众士兵整装待发 公主站在城墙之上 深情地看着楚戒 对着楚戒说 我等你回来 楚戒扭头看着公主殿下 对着公主说了一句 等我回来娶你 楚戒在战场上英勇杀敌 这一战双方胶着伤亡不断 虽然前线穿回皇宫的情报 总是不容乐观 但是公主却坚定地相信 那个信守沉默的少年 会风光地回来娶她 但是在楚戒出征的第三年 花尖国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瘟疫 整个花尖国失衡遍野 百姓名不聊生 但是在花尖国的民间 却流行着这样一句话 公主雪公主肉质百病保长生 皇上问国相大人 瘟疫迟迟得不到控制 再这么下去 花尖国危险了 国相大人说事到如今 也只有一个办法可以破解了 皇上焦急地问他 还有什么办法 国相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他说目前为止只能杀公主宝花尖了 国相解释说 公主是圣女一族的后代 娶圣女后代的血肉可以治百病 皇上听到这话 十分生气地说 简直就是荒谬 自己的身儿 不是可以用来牺牲的物品 国相说 眼前的事情到了现在这个地步 已经由不得你来做决定了 随后国相从怀里掏出了一把匕首 向着皇上狠狠地刺了过去 皇上紧急躲闪开了 这致命的一击 他嘴里大喊着你干什么 赶紧来人护驾 但是周围的所有人 都像是没听到一般 炙弱网闻 最终皇上被一剑重重地 插在了胸口上倒了下去 国相看着瘫倒在地上的皇上 开心地抚摸着自己的胡须 十分地开心 随后 国相摘下了自己白色的面具 露出了自己的真实面目 原来这是一个看起来 差不多有五六十岁的老头子 我满脸都是汗水 眼睛也还没有睁开 突然 我猛地睁开了眼睛 一把金做起来 我心想 原来皇帝是被国相杀死的 这一切都是来自国相的阴谋啊 随后 我起身掀起盖在身上的小被子 我心想 自己得想的办法救救公主才是 但是我却发现自己的身体 好像被绑住了一样 动弹不得 难道是自己想救公主 干涉了剧情吗 国相假扮成皇帝 向我的寝宫走来 他嘴里哭喊着说我苦命的事 他对我说 前线传来了战报 楚戒战死沙场 尸骨无存了 公主泪眼婆娑地说 阿姐不可能死的 她说过会回来娶自己为妻的 国相假惺惺地把公主搂在怀里安慰公主 她说 自己知道 生儿心悦楚戒 但是人死不能复生 她说 花间国外有敌国入侵 哪有百姓瘟疫名不聊生 自己这个皇帝当得着实就是失败啊 公主伤心地看着相国说 阿姐死了 自己也不想活了 女儿愿意献出生命 拯救花间国的百姓们 相国拉着公主的双手说 你是不是真的想好了 公主说希望父王成全自己 相国假情假意地流下了泪水 说 自己要带花间国的百姓 好好谢谢你 公主伤心地再次流下了泪水 不舍得与自己的父亲进行诀别 相国随后吩咐说 昭告百姓明日午时在城门口 公主将要献出血肉 拯救花间的百姓于水火之中 第二天城门之上 公主打扮的妆容雍容华贵格外美丽 一身大红色的衣服 衬托着她美丽的面孔 城墙外传来了熟悉又愚昧的声音 公主雪公主肉质百病饱长生 公主站在城墙之上 看着城墙下攒动的人群 人们高喊着人人取其肉而食 就可保花间长存不倒 公主说自己是花间国的公主 温生十六年来受百姓公养顺遂至今 如今花间国正是危机之时 自己也不能苟且偷生 无动于衷 随后她掏出了一把匕首说 自己愿意以身殉国 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来报答百姓们的恩情 城墙之下的百姓们十分的开心 心想自己终于可以得救了 百姓们开心地大喊着 太好了太好了 一只只血红色的蝴蝶飞到了城墙之上 公主用一把匕首深深插进了自己的胸口 她并不痛苦 而是微笑着说 大阿借我终于可以来陪你了 我尝呼了一口气心想 温生已经死了 自己是不是就可以返回去了 公主的躯体从城墙上面重重地跌落下来 底下的人群伸出了一双双无情的魔爪 花间国的百姓争先恐后的 向着公主的尸体扑了上去 他们嘴里喊着自己还不想死 准备蚕食公主的尸体 一个男子躲在角落里说自己抢到了 并且开心地嘟囔说 自己的瘟疫马上就要好了 没想到此时的楚戒带着人马凯旋归了 他看到鬼鬼祟祟争先恐后的人群问 他们在做什么 一个百姓说 楚将军在外出征三年 怕是不知道 花间国已经爆发来了瘟疫 他双手碰上了一滩带着血水的肉块 对楚戒说 这是公主的肉可以治疗瘟疫 楚将军听到这句话 愣住了 让他再说一遍 这是谁的肉 男子说这是公主的血肉 可以治百病 公主心系苍生是自怨的 楚将军听到这句话 震怒了 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情绪 一刀拔出 砍死了这个畜生 围观的人群看到这一幕 惊恐地说 楚将军杀人了 拥挤的人群四处逃散 害怕小命丢在这里 地上躺着公主的尸体 楚戒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公主红色的衣服下面 只剩下一堆白骨 楚戒情绪难以控制 将刀剑扔到了地上 他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撕心裂肺地看着眼前的公主殿下 他对着天空嘶吼着 双眼通红 周围的人说 糟糕了 楚将军好像入魔了 楚戒一把抱起了公主 并说自己征战沙场 九死一生 自己就是为了回来迎娶她 士兵们哗哗地站成了一排 楚戒愤怒的双眼血色通红 嘴里恶狠狠地喊了一句 杀了他们一个活口都不留 士兵们举起刀剑 生气地向着前方厮杀过去 楚戒显然已经被愤怒控制了心智 百姓们嘴里喊着她已经疯了 扭头向着城外的方向逃命去了 楚戒伤心地说自己保护的 原来是这些丧心病狂杀害公主的人 一个男子跪在楚将军面前 求她不要杀她 我飘乎乎地从公主的躯体里飘散出来 我弄明白了花间国灭国的根本原因 此时的楚戒已经完全丧失了心智 他不顾一切地杀掉了一个又一个人 我看着眼前的一切 心想要是承知以后也入了魔的话 会不会也变得这般的癫狂 我飘到了城墙之上 好像有人在喊我张师妹 这声音好像是承知的声音 我的脑袋突然十分的震痛 承知在喊我快醒醒 我的脑袋越来越痛 感觉到自己的身体 好像重重跌落到了无底深渊之中 原来是我躺在柳承知的身体上昏迷着 柳承知一直想要把我唤醒过来 神秘黑影再次出现在承知身后 他说我现在陷入梦眠 看到的全是柳承知入魔之后杀人的样子 柳承知扭头对着黑影说 你别再胡说八道了 自己只要待在师尊身边就不可能入魔 我依旧没有醒来继续躺在承知怀里 表情十分痛苦 脸上流着汗水 柳承知焦急地喊着 师尊想要把我唤醒 但是我依旧痛苦的声音没有醒来 柳承知心想要是师尊醒来 看到自己和怪物纠缠不清 肯定会和自己断绝关系的 随后他拔出了长剑 十分的生气 他对怪物喊着快滚 不停地对着影子乱挥 黑影对他说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随后逐渐消失在半空中 随后我慢慢睁开了眼睛 柳承知担心地看着我说终于醒了 柳承知解释说 我们一进皇宫就被石梦衍攻击了 现在石梦衍已经被斩杀问我感觉如何 我心想自己终于回来了 我微笑着对他说自己没有事 我说道是师兄 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柳承知心想是不是我发现了什么 我抚摸着他的耳朵说让我看看 这还真是大年初一头一回 柳承知害羞的脸色通红像发烧了一般 我心想这是怎么回事明明也没有发烧啊 我摸着承知的双手说 从刚才就觉得你脸色不太好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现在给你灌输点灵力 柳承知开心地对我说 刚才师妹是在担心我吗 我对他说当然是在担心你啊 你是我养大的徒弟 柳承知突然十分地沮丧 随后问我是不是觉得魔族都是十恶不赦的 我对他说你怎么会突然问这个 他说刚才那只石梦衍只是稀释了灵力 好像也没做十恶不赦的事情 我低头沉思心想承知竟然问了这个问题 我可得好好回答给他树立一个正确的三观 我解释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坏 也没有永远对立的黑白 人族吸收天地灵气修炼性格相对温和人善 但是也有好人和坏人之分 所以重要的不是先魔的区分 而是是否心怀善意 柳承知听到这些话 害羞的脸都红了 但是好像有从这些话里得到了宽慰 他用手指拖起了我的下巴 这是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随后他用双手抱起了我的脸颊 冲着我亲吻起来 我害羞的眼睛都红了 心想承知怎么会这样 我红着脸用力推开柳承知 没有想到他居然对我耍流氓 他立马乖巧地对我说 是他唐吐了我 我如果要打药骂他绝不还手 我双手抱胸 生气地想 他的认错态度挺好 但总是下次还敢 柳承知每次都这样 我生气地扭过身来说 这一次就算了吧 我们该去找萧承他们了 我们来到大殿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在墙上摸索了一阵 又用手敲击墙上三个位置 原本的墙面竟从中间微微裂开 露出一条通道来 没想到皇宫下面居然藏着这么一条隐秘的通道 沿着狭窄的通道往里走 柳承知发现了一间密室 我立马说 我来帮你 阴暗的室内空无一物 我有一个水晶棺 棺里躺着一具白骨和圆墨篱 那个身穿红色新王服的男人手持一盏油灯 逗大的火苗不时跳跃着 散发出微弱的光亮 他摘下了面具说 你们终于来了 那张爬满符文的脸 在扑朔的灯光下显得有些阴森 随着他话音落下 柳承知及时出剑抵挡在了我面前 两剑相交发出嗡嗡嗡的声音 我足靠吸收怨气和痛苦而修炼 他屠杀一国之人吸收的怨气数不胜数 以柳承知在先蒙大会上的表现 应当是斗不过他才对 可如今柳承知稳战优势 我思索间柳承知的健身 已经架在了面具男人的脖子上 我赶紧出声阻止 让柳承知不要伤他 我轻轻吐出两个字 楚剑 这些年 你为了复活公主不断吸引我人入阵 但万魂复生法阵 需要死者生前有强烈的怨气才能生效 男人的脸色瞬间难看起来 死死的瞪着我 公主临死的时候并无怨气 他是自怨献身的 他嘶吼着说 我胡说 殿下怎么可能是自怨的 皇帝大臣百姓都是逼迫公主的人 全部都该死 我说百姓和皇帝他们都是无辜的 国相才是真正的凶手 假扮皇帝欺骗公主 献出血肉 楚剑你报错了仇 你杀的都是公主 拿命保护的无辜之人 如果我猜的没错 万魂复生法阵也是国相告诉你的吧 他谋划了这一切 彻底欺骗了 男人用手摸着白骨的脸 颤抖地说他不相信 我一定是在骗他 我说 你将公主的白骨留在身边 让他无法步入轮回 他一定不想看到 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看着地上的男人 痛不欲生的模样 终究是动了侧影之心 柳承之看着我 瞳孔微震 我咬破指尖一滴血 聚集掌尖指尖向上 随后将那滴血 放在了白骨的头颅上 很快白骨的周围 便凝化出了细细的光运 蓝色的光点 从四周聚集而来 在那具白骨的上方 聚集成一个人影 宁魂术 可将散落的亡魂凝聚 重现于人前 代价是 使用者会耗费大量灵力和精力 对身体损耗极大 一道清脆悦耳的女生响起 一如当年那般 含羞带怯 时光再变老 他却没有长大 他停在了如花般的16岁 楚戒愣住了 难以置信地 慢慢抬头 看清眼前的少女后 瞳孔却猛然缩紧 阿姐能再见到你 我真的很高兴 少女笑了 明眸好痴 眼里却含着泪花 楚戒突然意识到什么 仓皇地低下头 用手遮住自己的脸 惊慌到我现在很丑 公主温柔地用手 摸着楚戒的脸颊 说阿姐哪里丑了 明明和以前一样好看 他说 花尖国灭国 我知道并非你的本意 若有来生 我希望 我们只是平常人家的一对夫妻 若有来生 请阿姐早一点找到我 阿姐我快要消失了 你能不能抱抱我啊 楚戒慌乱地爬过去 抱住了她 哭着喊着殿下 不要走 不要丢下我 少女流下了眼泪 在她的耳边 轻声说再见了夫君 楚戒想要再抱抱她 手却从少女的身体里穿过 拥住了一片空气 一红一成 两颗雕花珊瑚珠 掉落在地上 发出清脆的响声 我疑惑地说 楚戒怎么也跟着消失了 柳成之说 楚戒对这世间没了眷恋 便追随公主而去了 我心想 真的是一对有情人啊 突然我感觉一阵头晕目眩 缓缓倒了下去 静力静之前 封印了修为 现在有一点力竭 柳成之捏住我趴的手腕 仔仔细细检查了一番 再得知我灵力 耗费过多后 与气冷了许多 为了两个不相干的人 将体内的灵力 基本耗光了 师妹可真是菩萨心肠 可有为自己考虑一下 我双手反握住她的手 温柔地看着眼前的人 小心翼翼地询问 她不是生气了 她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让我的心里有些发虚 只见她用力地 一把甩开我的手 我惊讶地看着她这个动作 她蹲下 捡起地上的两颗 闪闪发光的珠子 我在背后看着她 心想她绝对生气了 我扶着她说 你别生气啊 我身边不是还有你在吗 不会有事的 她一把拉住了我的手 然后用力一扯 我感受到了失重 惊叫着往她身上倒去 她一把抱住了我的腰 然后一下子吻伤了我的嘴巴 我瞪大了眼睛看着她 呜呜地说 让她赶紧放开 随后 我将双手放在她的胸膛上 想要一把将她推开 但是她一下子 扶住了我的双手 牵制住了我 更加用力地 加深了这个吻 她一边深情地吻着 一边通过嘴巴 输送些灵力给我 她生气地说 如果我再不顾及 自己的身体万来 那以后就通过 这种方式惩罚我 明明想要关心 别人说出来的话 却满是刻薄 虽然用的方法不对 但不好太过苛责于她 袁茉莉醒了过来 问我们在做什么 她心想 我们离得这么近 脸都有这么红 我赶紧凑到她的面前 说师妹既然醒了 我们就离开这里吧 其他的事情 等回客栈再说 外面寒风依旧 突然飘起了雪花 我们回到客栈 看到培玉在吃饭 她大喊着我们 招呼我们去她那里 萧辰说 那皇宫很是古怪 他们进去不久就昏了 问我们怎么这么晚 才回来发生了什么 我说 这里的一切 都和画本上的楚将军有关 她为了复活公主 想以万人生还陷阱 但始作俑者不是楚将军 而是花间国的国相 不知怎么 柳成之又生气了 冷冷地说 师弟快吃饭吧 菜凉了就不好了 然后她将一块鱼肉 递到了我的嘴里 说让我尝一尝 她笑眯眯地说 她已经把鱼刺给挑了 我接过鱼肉咀嚼了起来 随后肯定地说 还挺好吃的呢 袁茉莉暗暗地心想 我这个贱人 居然敢抢她的人 受到了鼓励的柳成之 一下子把我的碗甜得 满满当当的 我赶忙说 不要加菜 给我了她自己吃 袁茉莉端起一杯茶说 刚才还未感谢我的救命之恩 这杯茶是她的一点心意 让我不要嫌弃 我接过茶杯 想要去喝 心想这女主还挺伤到的嘛 但是柳成之 直接夺过了茶杯 将茶倒在了地上 嫌弃地说 她的茶杯没洗 茶水倒在地上冒出了烟 柳成之说 这茶水不干净 并且让我喝她的水 绿茶地说 她觉得袁姑娘不会介意的 袁茉莉黑着脸 心想我到底哪里比她好 论身材相貌 我都没有她出众 柳成之 为什么要这般宠爱我 如果她起身说 自己吃饱了 先上楼休息了 柳成之看着 离去的袁茉莉的背影 一脸严肃 若有所思 因为客栈房间的床比较小 因此 众人是一人一间房间 柳成之关上房门的一瞬间 感觉自己的房间 里面有些异样 鼻尖嗅到一丝微妙的香气 柳成之长长的睫毛 垂下在眼底 头下一小片阴影 她用余光 瞥了一眼床铺的方向 心想 原来是房间里面 浸了一只老鼠 那种香味 更加浓烈了 勾着人犯罪 她盯着紧闭的床帘 缓缓走向床边 掀开隆起的被子 露出里面 娇艳欲滴的人来 乌黑的秀发 堪堪遮住 她只穿着内衫的身体 一双信念 此刻全是雾式的 阴晕眼波流转 渴求和欲望 都明明白白写在里面 袁莫黎柔弱无骨的手 搂住柳成之的腰 感受着她结实的肌肉 她眼中含着泪说 你可明白我的心意呢 她现在觉得自己浑身燥热 触碰到柳成之的地方 传来酥酥麻麻的快感 白皙的手 沿着腹部一寸一寸往下 却被柳成之捉住了 她疑惑着 抬头正对上柳成之蓝黄色的毛子 她明明是笑着的 眼底的戏虐和厌恶 却是藏不住 一脸阴沉地开口道 好玩吗 袁姑娘 袁莫黎惊讶地心想 她明明在屋里下了勤骨香 男人只要闻到 便会欲火焚身欲罢不能 柳成之抬起袁莫黎的下巴说 巫族古术卑劣下见 色来不受世人待见 你说 我要是将你巫族的身份公之于众 别人会怎么看待 袁莫黎原本混沌的意识 清醒了不少 颤抖地哀求柳成之 千万不要说出去 男人的声音轻飘飘地 好像来自地狱所他命的鬼 今日 我在张师妹的茶杯里 桌出了一只富士藤 你若用这种手段 对付其他人 我不会多管闲事 你偏偏碰了不该碰的人 插在心口的剑 缓缓搅动 没有半分手下留情 袁莫黎 蓄满了泪腾的直不起腰 颤颤巍巍地伸出手 拉着握剑的衣袖 男人抽出剑来用帕子 慢条丝里地擦拭着手中的鲜血 冷酷地说 再有下次便要你的命 不再看床上流着血的 女人柳成枝 转身推门而出 袁莫黎心想 前世明明不是这样的 柳成枝房间的隔壁住着我 他出了门 收敛了全身的气息 进了我的房间 我的生物中很准时 此刻已经睡着了 察觉到些许动静 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 我揉了揉眼 有些迷糊地问到你怎么来了 他轻手轻脚地爬上床 又给我掖了掖背脚 柳成枝把头埋进我的发间蹭了蹭 我说 你是小狗吗 你这习惯不好 他用舌尖顶了一下腮帮子 笑得有些言语 我推了推他却推不动 我说你听错了 柳成枝委屈巴巴道 他不干净了他被女人摸了 合着他这样抱着我 他就干净了是吧 但又考虑到自家徒弟 那颗脆弱的玻璃心 我耐着脾气问到他 摸你哪儿了 结果他哭着说摸到了外衣 本来有起床期的落出 此时更加恼火了 将柳成枝连人带被子扔下了床 说他要么打地铺 要么回自己房间睡去 被踢下床的某人 乖乖铺好被子 甜甜道师妹晚安 房间里漆黑一片 柳成枝闭着眼睛躺在床上 呼得觉得 冰雪般的兰花香扑面来 萦绕在他的鼻尖 他猛然睁开眼 我躺在他旁边 穿的不是平日里肃静的白衣 而是一件淡粉色的礼衣 柳成枝正正地看着身边的人 呼吸逐渐沉重 嗓子有些干燥 我伸出葱白的指尖 暧昧地绕着他的衣带 调笑地看着他说 今夜为师陪你睡 说完起身 跨坐在他身上 用细白的双臂 缠住他的脖子 呼吸交缠 柳成枝手指 紧握指节都泛了白 师尊你靠的这般 竟让别人知道了 这样余理不合 衣衫半退 里面的红度都若隐若现 说此事天知地知 旁人如何知道 你不是早就对我爱的风魔 现在我就在你怀里 你怎么还这般矜持 况且 机会就这一次错过了 可就是错过了 我想装起身 却被一双手给拉了回来 牡丹花吓死 做鬼也风流 一阵天旋地转 我便坐在了柳成枝腿上 腰背扣住下巴 抵在他的颈窝 他的手臂紧紧拥着我怕 好像要把我怕刻进身体里 柳成枝在我耳边咬牙切齿刀 是师尊先勾引脱的 月色之下 我笑着去吻他的唇 坚持不过凉秒柳成枝思想 混沌的不行 反客为主 越发主动地缠着我身吻 他闭着眼纠缠不休 嘴里喊着 好喜欢我 随后他起身解开自己的衣服 一脸郁色地看着我沉沦 他身体压下来 深情地呼唤我 春宵苦短 我们也该做些什么了 随后他亲吻了我的额头 想要与我更进一步 寂静漆黑的深夜里面 被子下面起起伏伏 柳成枝抱着我 一遍一遍地深情呼唤 我红着脸颤抖地喊着他的名字 柳成枝浮在我的身上 起起伏伏 我感觉自己 在大海里面飘摇 突然他猛地 与我食指向扣 用力握紧了 我娇小的手掌 师尊甜得过分 好想好想 就此沉沦下去 柳成枝醒来时 面色潮红 天色才微微亮 果然是梦娜女人使用的魅香 对她还是有些影响的 居然做了这种梦 彼时的我 正在床上酣睡 她看着熟睡的我 怅然若失地笑笑 随后来到床边 抚摸着我的脸颊 心想师尊 你这可让徒儿怎么办 她意犹未尽地起身 轻轻清了下床上 正在熟睡的我的脸 房间外面 传来一阵尖叫声 一下子 将熟睡的我惊醒了 柳成枝说 外面似乎出事了 正想喊我起床 一起去看看怎么回事 随后她拿来了我的衣服 披到了我的身上 让我快穿上 众人听到尖叫声 都匆匆忙忙地披着外衣 寻着声音跑去 我看着房门前围着的众人 揉着走过来问问情况 一个人说裴玉 居然强要了袁姑娘 我瞪大了眼睛 完全不可置信 袁茉林用被子 遮住赤裸的身子 看着床上同样一丝不挂的 裴玉间叫出了声 她努力回想昨夜的情况 她想对柳成枝下心投意 她失去了意识 依稀记得男人灼热的身体 和沉重的呼吸 袁茉林对着大家哭哭啼啼说 要为她做主 事到如今 她必须得做出受害者的样子才行 我心想 裴师兄不像是会做出这种事情的人 其他人说 知人知面不知心 门外传来一阵笑声 肆意而慵懒 柳成枝走进来 唇角还留着春风般的笑语 她说是袁姑娘强要了裴玉 也未必 大家都不敢相信 这么惊世骇俗的说法 萧辰出来红着脸 说大家都误会了 事情真相 不是大家想的那样 昨夜她路过柳师兄的房门外 却听见房间里 她说好舒服 听声音也不像是不情不愿 袁茉林脸色苍白 看着被褥上凝固的血迹 眼底的恨意越来越多 大家小声说 这是柳成枝的房间 袁茉林和裴玉 怎么会在这里 柳成枝说 昨夜她在我房间睡的 至于他们 为什么在她的房间 可能是寻找刺激呢 你说是吧 袁姑娘 床上的袁茉林文言 双眼泛着泪 花瓣瓣的双唇上 被牙齿咬出痕迹 抓着一脚的手指泛白 真真是我见游脸 不愧是女主这副模样 任谁看了不心疼呢 柳成枝淡淡到 既然无事就散了吧 似乎对床上的少女 没有半分的同情 女主已经名花有主了 我们成枝 可是个纯洁正直的宰宰 我真想 把柳成枝使劲摇晃 告诉她罢了罢了 这女主不要也罢 我转身间 看到袁茉林 用仇恨的眼神看着自己 虽然只有一瞬 却还是被我怕捕捉到了 袁茉林恶狠狠地 盯着我们一起离开的背影 心想 一定会让我们付出代价的 众人找了一天 都没有找到 黄泉古镜的出口在哪里 很多人 已经没有力气再走了 突然萧晨停了下来 手指着远处 让大家一起看 视线顺着她手指的地方看去 远处的亭子里面 好像真的有人 我抬头望向柳成枝说 一起去看看 她转头看向我答应了一声 随后 我带着一群人 来到了老人家的身边 白胡子老人家 正在一个人下围棋 她说我们想知道 黄泉古镜的出口在哪是吗 我惊喜地问她 是不是知道出口 老人家说 谁来陪老头下一局棋 赢了便告知出口 输了就得一辈子 留在这里陪她 众人面面相觑 很明显都不会下棋 萧晨主动站出来说 不如就让她来领教一下 老头子嫌弃地 看了一眼说 不用她 随后她用手指着柳成枝说 就是她了 我震惊地长大了嘴巴 老头说 让柳成枝陪她下一局 好久没有遇到 这么有趣的人了 柳成枝执黑子 老人执白子 老人摸了摸自己的胡须 低头做沉思状 二人坐定开始对弈 众人在边上观察局势 突然一道声音 问你爱上你师尊了 柳成枝夹着黑子的指甲 微微一动 看向我发现我神色无异 正专心看着棋局 这才意识到 老人是在用神识和她交谈 你这年轻人 心眼坏得狠你 骗得了你师尊 可骗不了本尊 说话间 老人落下一颗白子 他明明知道 他故意说这些 来扰乱他的心绪 可是他还是忍不住地去思考 有关师尊的事 控制不住的分心 爱上一个 本不属于这世界的人 可是一件很严重的事 更别提 你体内可还留着一半魔族血液 柳成枝问道 本不属于这个世界是何意 老人却说 你的执念太深 反而成了你修炼路上的绊脚石 迟早有一天 会将你拉入万丈深渊 你的造化 远不止现在这般 你不如放下它 不久的将来 你将成为可以代替本尊的存在 柳成枝却毫不在意地说 不用了 他说 这个世界上 自己在乎的只有师尊 若不能同他在一起 哪怕修为登峰造极 又有什么意义呢 若不能和我在一起 便是比身处地狱 还要痛苦千倍万倍 自己又有什么可怕的 对他来说 只要有师尊在的地方 就是天堂 他对师尊有足够的耐心 他相信总有一天 师尊会明白的 修长如白玉的手指 从瓷罐里 又粘起一颗黑子 轻轻放在一个不起眼的位置 落子无悔 前辈您说了 老人看着棋局脸上 轻一阵白一阵 他一双深褐色的眸子 盯着柳成枝将来 若想打破此局 必定如这棋子一般 黑一白颠倒 老人张开手 周身刮起了大风 桥上凭空出现一扇虚空的门 正随着老人的施法 越来越发 大家看着那道门 高兴的手舞足蹈 终于能够出去了 我刚想回头谢过老人家 棋盘旁 哪里还有老人的身影 而那石桌上 静静摆着一颗绿色的雕花珊瑚珠 帘子随着风轻轻扬起 带着些风雨越来的平静 主线任务 五娃去柳成之心投血 为肖尘疗伤 并让肖尘知道 你对她的不伦之恋 系统你老实告诉我 你什么时候得的精神类疾病 你让我挖我爱徒心投血之肖尘 肖尘他妈的 不是好端端的站在那 只见肖尘被一个身穿白色斗篷 带着白色面具的人 挟持在空中 周围的人 除了我和柳成之 居然都痛苦地倒在了地上 肖尘双脚被迫离开地面 他的脖子 被紧紧卡住脸红的异常 看上去很痛苦 我大喊道 让白衣人赶紧放了肖尘 心里想的却是 这人的面具 跟花间国的国相一模一样 那白衣人如幽灵一般 将身体隐藏在斗篷笑 说把那三颗珠子 给他就会放了肖尘 我瞬间明白 白衣人所指的是何物 我试图跟他商量道 你先放人 我就把珠子给你 肖尘觉得 呼吸困脖梗畜 想要被捏碎一样 白衣人淡淡的 你还没资格 跟我讨价还价 下一秒 我飞山上剑拔出鞘 大喊道不试试 怎么知道 那白衣人不慌不忙 撤出一手 对着迎面来的剑 一击而去 剑身炸裂 四散开来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那白衣人又侧身一掌 正对我胸口 我心底一惊 反应迅速回击 猛地伸出一掌 与他两掌相对 我觉得心底一阵血气翻涌 五脏内斧 似是被震裂般疼痛 时间鲜血外溢 失去意识 从空中栽了下去 柳成枝瞳孔矩 慌忙接住下坠的人 毛子中的心疼 快要溢出来 剩下的人 听到柳成枝喊师尊 心底一惊 血迹 骨节发白 脸色阴沉蓝黄 一同暗波汹涌 他将我温柔地抱起来 放在了一边 在抬头周身的气息 却令人发颤 他看着白衣人 语气威胁 倒伤我师尊折死 我闭着眼睛 眉头紧皱 似乎是梦里 遇到了什么棘手的事情 我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三天上午 小猫赶紧开心地过来 跟我说我终于醒了 呜呜呜 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小猫死抱住我的胳膊 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我推开他说 我怎么回来了 陆承知他们呢 他说 当时你昏迷了 你是不知道 大反派为了救你身受重伤 全身经脉断了好几处 浑身是血的 抱着你往长生风 敢请求沐清华帮你诊治 我一听到柳承知受了 很重的伤心理一惊 橘猫继续到他今天早上醒了 恢复能力 很快已经没什么大碍 我松了一口气 说他没事就好 但总觉得自己忘记了什么 系统的提示又弹出来 原来是任务还没有 橘猫一拍脑袋说 萧尘也受伤了 听说情况不是很恶观 我一听 披着外套就往外赶去 这任务再拖下去 就要被天雷给劈死了 出门便碰到了端着药的柳承知 他惊喜地看着我 说给我煎了药 我想起任务 犹豫了一下 咬咬牙 抓起柳承知的手说 跟维师走一趟 很快就来到了长生风 这里空气清新 风景秀丽 我拉着柳承知到的时候 萧尘正面色苍白 昏迷在床上 穆清华一脸忧愁地为他把脉 说道落出尊者 你这徒弟 被人伤了灵根 危在旦夕 唯一的办法 就是为他喝下 全灵根修饰的心头血 整个云上 掀附全灵根的修饰 除了萧尘本人 只剩下柳承知了 柳承知神情顿住了他 看着我冷若冰霜的神色 心猛的遗志 仿佛坠入冰窖 有弟子说尊者昏迷之后 柳师兄发了疯的攻击 那白衣人 柳师兄被打成重伤 现在身体还未痊愈 我想等柳承知取了心头血 我在使用穷之甘露 给他疗伤 能缓解他的伤情 可在做弟子们听来 却是另一个意思 比起大师兄柳承知的生死 落出尊者 更在乎新弟子萧尘 恐怕偷偷进入黄泉古境 也是为了萧尘吧 柳承知的手微微发颤 嘴角却是牵了牵 只要是师尊想要得到的弟子 都会为师尊拿到 穆清华开口说 既然如此 我便带柳承知去隔壁取血 还请尽快不能再耽搁了 我带着柳承知 来到礼物棺上房门 然后出声对柳承知说 把衣服脱了 柳承知以为自己耳朵听错了 害羞地红了脸 我有些好笑的 说你不脱衣服啊 怎么取心头衔 在古镜里那般没羞没臊 也不见得矜持成这般模样 柳承知慢慢吞去衣服 一件一件落到地上 露出他金瘦而赤裸的胸膛 我看的眼睛都直了 面颊发烫 我这徒弟身材也太好了吧 这腹肌这翘臀 这锁骨 这一米八大长腿 不对 我给了自己一巴掌 现在不是像这些的时候 我掐了掐自己 清醒了些一柄精致的短刀 便出现在他手中 我说取心头绪 会很疼你忍着陷 柳承知笑的乖巧 说是师尊的话就不疼 我心里微微发热 一种奇异的感觉 似乎在萌芽 可是不挖他的心头衔 我就要被天雷劈死了 我俯上他白净的胸膛 质地光滑 手感好到惊人 我咽了咽口水 手指摸着心口的位置 他低头看着我的动作 害羞地红了脸 我心想对不住了 然后狠狠心刺了下去 鲜红而滚烫的血液流出来 短刀继续没入胸膛 露出血肉猙獰的心脏 我看着柳承知额头的青筋和汗水 心疼地说徒弟乖 马上就不疼了 不疼了 柳承知觉得自己 像个心底阴暗的变态 师尊明明是要取他的心头衔 可他却因为我的触碰而兴奋 我指尖所处之处都带着苏马感 终于他支撑不住 缓缓地倒了下去 我赶忙扶住虚弱的柳承知 我安慰他没事了眼里 满是心疼 血染红了他的唇 让他看起来多了些妖艳 他看着我的眼里 泛着泪花低沉地开口 所有的美好都是我给的 所有的伤痛也是我给的 什么时候师尊能给他爱呢 今天的景色十分优美 天气也十分的好 我焦躁地守护在萧尘身旁 心想这已经过去一天了 男主怎么还不醒来啊 猫咪说 看样子一时半会是醒不来了 我要是实在担心 柳承知就去看看他 听到这话 我一溜烟就没了踪影 小猫和我说 他的屋子隔得也不远 这里要是有情况 他就立刻去找我 只听见啪的一声门被我带上了 小猫心想 也没必要这么着急吧 柳承知躺在病床上痛苦的呻吟 健壮的身体 露着两块硕大的胸肌 我轻轻抚摸着承知的脸庞 担心地看着他 十分心疼 我说他向来听话懂事 总不用我多操心 总能够把清雅峰的大小事物 打理得紧紧有条 承知用脸在我手里蹭来蹭去 像只小猫一样 他嘴里嘀咕着 师尊师尊 我轻轻抚摸着他的脸颊 安慰他说 不要害怕师尊在 我若有所思地思考着 心想 先前情况紧急 没有来得及细想 在黄泉古镜承知是什么时候 发现我的身份的呢 那他的那些亲密行为 到底对我还是对张希希呢 扮成他时所展现出来的性格呢 我心想 如果他喜欢的是我 但我以后肯定是要离开树中世界的 万一他喜欢的是 落出尊者的长相呢 我挠头劝自己行刑 肯定不是这样的 我心想 反正也是想不明白 还好似赶紧为橙汁 喝下穷枝甘露吧 我轻轻拖起橙汁的身体 为他喝甘露水水 并劝他说 喝下这个身体上的伤 很快就会痊愈的 但是水水 从他的口中缓缓流了出来 根本喝不下去 我心想承知伤得太重了 根本没法自己喝下去 我咬了咬牙心想 算了 自己就豁出去吧 我拿起穷枝甘露仰头 将穷枝甘露水水都含到了嘴里 随后我趴下身子 用自己的嘴巴 对着橙汁的嘴巴 一点点的喂他 我心想 为师这么疼你以后 可千万不要杀我了 柳橙汁产生了吞咽动作 将药水夹杂着我的口水 一块咽了下去 我擦了擦自己的嘴巴 十分的开心 心想 幸亏都喝下去了 一点都没浪费 只要再休养几天 身体应该就能恢复了 没想到他伸出手 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我心想 这是怎么回事 他怎么醒了呢 他一把拽我过来 趴到了他的身体上 我们两个人面对面 彼此能听到对方的呼吸声 他闭上眼睛 再次亲吻了我 他吻着我说 求求你别不要我 我心想 现在推开会不会再次伤了他 我便轻轻推开他 并对他说好了 好了橙汁 随后橙汁松开了他的手 我害羞地擦拭着自己的嘴巴 橙汁青丸再次昏迷过去了 为了这一吻 还真是使了大力气 我心想 这孩子肯定是稍糊涂了吧 我慌慌张张地捂着脸跑了出去 没想到 袁莫黎躲在角落 看到了这一切 他心想 没想到清冷孤傲地落出尊者 居然也会干出这种 勾引徒弟的不伦不类之事 随后从角落 慢慢走出来到了柳橙汁的床前 袁莫黎看着躺在床上的柳橙汁 心想在黄泉古镜 你们师徒二人天天同睡一间房 轻轻抚摸着柳橙汁的胸口 心想柳橙汁居然甘愿为落出现出心头血 袁莫黎音笑着说 要是被落出发现 你入了魔 你们之间还会有好的结果吗 袁莫黎从怀中掏出了一把骨认识的东西 若有所思的想要做什么 他一步一步地来到柳橙汁的面前 原来这是视魂骨 能够激发人内心的恶眠 只要将自己的血液 溶于视魂骨打入柳橙汁体内 一旦入魔仕途二人的关系 就会不攻自破 原来这是蒙面人国相给袁莫黎的东西 并嘱咐他说 只要事情回到正轨 柳橙汁就是他的 国相说 柳橙汁为了落出奋不顾身的和自己死动 你心里肯定在嫉妒吧 袁莫黎听到这里 心里有些犹豫 但是这些话 好像又说到了他的心里 让他有些动摇 国相对他说 落出抢走了本该属于你的爱 这块视魂骨可以帮他拿到自己想要的一切 袁莫黎犹豫再三 最终还是接下了视魂骨 并对国相说 我答应你 袁莫黎用视魂骨将自己的血注入到柳橙汁体内 橙汁的身体开始丝丝的冒着黑烟 袁莫黎用视魂骨划开了橙汁的皮肤 鲜血从他的伤口溜了出来 柳橙汁全身冒着痴痴的热气 仿佛像开锅了一样 袁莫黎浮动着柳橙汁的病角 心想落出凭什么得到柳橙汁的爱 我守护在萧尘身旁 心想男主不是用了橙汁的心头血吗 为什么现在还没有醒过来呢 话音刚落萧尘慢慢睁开了双眼 但是气息还是十分的虚弱 我问他萧尘你终于醒了 现在感觉如何 萧尘坐了起来说 自己还好感谢我这段时间的受累 我说你没事就好 自己其实有个事情想对他说 他说师尊有话直说就行 我有点不好意思的对他说 你觉得为师对你好吗 萧尘有点摸不着头脑 他说师尊对徒儿自然是极好的 我说如果我告诉你 收你为徒共闯黄泉古镜 甚至挖你师兄柳橙汁的心头血来救你 都是因为爱慕你呢 萧尘听到我这话感觉不可思议 他说师尊这是什么话 我把他一步一步逼到了被窝里 他说师徒之恋是不合伦理的 我照着剧本一句句重复接下来的台词 萧尘说师尊是不是在拿弟子开玩笑 萧尘说自己有些乱想 自己一个人待一会 我说为师知道 你一时难以接受 你好好考虑 我对萧尘说 你现在的身份头衔可都是为师给你的 你是个十大体的孩子 可不要让为师失望啊 萧尘被吓得蜷缩在被窝里 瑟瑟发抖地说弟子明白了 此时系统提醒我 主线任务完成并获得了奖励 我心想 终于完成了 趁还有时间去看看成之吧 我气喘吁吁地走了出来 柳成之大无语地离开了 柳成之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台阶上 外面天气 有些凉树叶被吹得沙沙作响 风吹动着他的长发 好像在思考着什么东西 我对他说你伤口未愈 怎么能穿得这么单薄 而且 坐在这冰冷的台阶上 也不合适啊 快点回屋去 柳成之没说话 黑着脸色注视着我 我发现柳成之的脸色有些奇怪 我问他怎么了 为什么这样看着自己 柳成之问我是因为什么 才会对他这么好的呢 我说 一日为师终生为母 我把你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待 柳成之喃喃自语说 一日为师终生为母 显然对于我这样的回答 他并不是很满意 他像是受到了刺激一般 反复拍打着自己的额头 他面无表情地哈哈大笑着 说好一个终生为母 我看着全身色色发抖的柳成之 心想 好端端的孩子 怎么突然就变成了一个封批了呢 我震惊地看着他 目瞪口呆地说不出话 柳成之站起身来对我说 师尊根本就不懂 我拉着成之的手 想要安抚他 我说成之你说什么呢 柳成之的手 从我手中挣脱开来 这是他第一次主动松开我的手 他扭头对我说 师尊请回吧 面无表情的话语 让我感到害怕 他说自己已经累了 想要休息了 我不可思议地看着成之的背影 默默地看着他 喊了一句成之 我也扭过头去 对他说了一句 那你好好休息 为师明日再来看你 我走了一步就停下了 啪的一声顿住了 我悄悄地扭头瞥了他一眼 但是他却没有回头看我 我真是一个大无语 随后 我伸手牵住了他的手 我对他说 进屋去吧 为师放心不下 还是想陪陪你 柳成之好像听到我这话 有所动容 他不好意思地说了一句 我陪他回到屋子里 给他盖上被子 他高兴得心想 我肯定还是在意他 他拍着自己的脑袋 说好一个终身为母 我说 这才是像是我的乖徒弟吗 我看着眼前的一幕 心里终于舒了一口气 心想 刚才那一瞬间的疯批感 肯定是我的错觉 他紧紧我住了我的双手 将我的手放在他的胸口上 他宠溺地看着我嘴里 嘀咕着师尊 我问他怎么了 他依偎在我的身上蹭来蹭去 我说你到底有何事 我说 你这么大个人了 怎么还和小孩子一样呢 他紧张地握着我的双手 仿佛有话要说 话还没说完就被人打断了 门外有人敲门说 大事不好了 肖尘现在晕倒了 我蹭的一下站了起来 心想 男主怎么晕倒了呢 柳承之拉着我的手臂对我说 师尊别走好不好 我看着面前的柳承之 心里开始纠结起来 此时 外面又开始催促 说快去看看肖尘吧 我心想 如果男主那边出了事 系统那边也不好交代 我拍了拍承之的肩膀 像哄孩子一般 安慰他说承之怪 我安慰他说 我明日再来看你 柳承之不情愿地说不要 我急匆匆地扭头 向着外面走去 柳承之伸手挽留 喊着我的名字 我由于十分担心 那边会不会出什么事情 急匆匆地 把门啪的一声就带上了 柳承之像一只小病鸡一样 坐在床上 嘀咕说 师尊连看都没看自己一意 此时又有一个声音传了出来 他对承之说 你的师尊一点也不爱你 柳承之掀起自己的被子 骂他滚 赶紧从自己的身体里滚出去 黑色的影子笼罩在他的身旁 他说 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比他更懂柳承之 他对柳承之说 只要不排斥自己 就能和他融为一体 到时候 整个修仙界都会被柳承之踩在脚下 黑影对他说 你在门外听着他和萧辰的表白 是不是很难受 柳承之痛苦地抱着脑袋 说师尊是自己的 柳承之痛苦地呐喊 说 师尊只能是他的 黑影继续添油加醋说 不要自欺欺人了 你的师尊 已经选择了萧辰 并且抛弃了你了 柳承之喃喃自语说 师尊当初力排众议 收我为徒 为何在我爱上他之后 却喜欢上别人了呢 柳承之越想越气 一拳重重地垂在地上 他说 谁都不可以抢走自己的师尊 他生气得 全身的毛发都站立起来了 嘴里喊着 绝对不可以 当我赶回到萧辰的屋子里 系统问我 怎么又回来了 我对他说 听说萧辰晕倒了 自己赶回来看看 猫咪跳到了我的肩膀上说 不可能啊 刚才从那边过来 发现他还在洗澡呢 我突然感觉到一身冷汗 发现事情 应该是有些不对劲 背后的人对我发动了攻击 我警惕地阻挡下来 我问他是谁 随后用手指指向了他 随后 他变成了一团黑雾 逐渐消散在半空中 空中传出后会有气的声音 我心想 自己这是中了掉虎离山之际了 我急匆匆地掉头跑了回去 我心想故意引开我 难道是为了对付柳承之吗 我急匆匆地 喊着承之的名字 随后紧急地 推开了他的房门 柳承之坐在床上看着我 问我为何如此着急 我来到他的床前 问他刚才有没有别人来过 柳承之抱住我对我说 刚才只是看到屋外有道黑影 还没来得及追出去 看师尊就进来了 我心想 黑影是什么 难道是魔族内鬼吗 柳承之说 自己伤势未遇 有些害怕 我安慰他说 不用怕 我心想 为了他的安全 今晚就留下吧 随后 给他盖了盖被子 承之问 我可以陪他一起睡吗 我说 师徒同睡一张床不合理 承之说 要是师尊介意的话 那就用妈将两人隔开 承之低着头说 这几日 我很是辛苦 想让我好好地睡一觉 承之扭过头去说 我要是不愿意 就算了吧 我轻轻地掀开他的被子 钻进了他的被窝 我捏了捏他的脸蛋 对他说 还有伤在身早点休息 我和柳承之盖着同一个被子 安安静静地休息 突然柳承之睁开了眼睛 像是想起了什么 他轻轻抚摸着我的脸蛋 我此时已经睡着 他起身看着我 想要我永远成为他的人